森林森林 我是百树 给我完成 少帮主您昨夜喝那么多酒 催催来给您送喜酒汤 少主 是在执行任务 突然就到这 我 我我穿越成了该帮少主 少主快喝点醒酒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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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样看着我有些害怕 怎么 人气本少主吗 自打脆脆进入该帮 就是少主的眼 若您要脆脆 脆脆意不仁慈 少帮主您昨夜中酒了 脆脆来服侍你 真是个懂事 不过本少爷 不喜欢被动 少帮主不好 老帮主说啥了 老子才刚开始 老爹就出事了 最后是有天大的事 醋 早 早 老爹 老爹 你 你一定是你 你一定是你了 你一定是你了 這 是你啊 這兒一來 你這幫主 李久為幫李靜欣敬歷多年 如今啊正是他 我建議將幫中鑰匙教育少朋友 如今 這是我練他的時候 我反對 這一個心心肌甘的抽象 整天就知道吃喝完了 我憑什麼帶來改幫幫主 你可別聽財長老公說 張白 上去 需要再磨練幾年 心性沈默的動作 幫主啊 你就放心吧 有財長老幫我 我就再不及也比交給我廢強放屁 你比我強 自古以來此成夫業天經地義 還想穿外套頭 你你胡說什麼你我你 你們啊 都想撒起去 既然 你們都想同領開幫 那你們就說說各自的本事 和各自的打算 我張五 也不是顧管職 你們需要是有本事帶領開幫 我就答應 讓他臨時接管 幫主啊 我已經累積好六年了 弟子們馬上就可以去罵 到時候 瞧你那臉出去 要飯有什麼方法 那你有什麼好辦法 那當然是做生意哦 大眼不慘 你要是會做生意 你才能要咱要到今天幫主 我覺得 雷九言之有禮 有禮個屁 那要看做什麼生意了 別忘了我們概方弟子 便護天下 這個就是最好的資源 哪怕是成立一個物流公司 再不及去送外賣 這種都比要飯多嗎 哎哎等等 張寶珠啊 何謂物流公司 這送外賣又是什麼 哦 那個 物流公司就是 替人運送貨物 然後根據路途的長短 來收取錢財 立下字句 按時送達馬 外賣 在外面就可以 哎呀你可以理解成 替人跑腿掙錢 如果居民不方便出門 就可以跑腿 哦 這樣跑腿 簡直分成一分 你要是聽過了 那還賺個屁錢啊 白兒啊 你說的這個 你有把握 爹 相信 我可以帶你概方走得更遠 弟子不掙了錢 他們也可以取其生子 他們的孩子 也不會被人看不起 也不會成為別人口中的小乞丐 以後可以光明正大的 登堂入室 說得簡單 我們是騎 誰會願一個騎幹做生意啊 那我們就要從自身開始做騎 不再鋪衣爛衫 不再當街行騎 大家都是人評審過 想不行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蓋堂外賣的標配 每天早上起來 就口號 蓋堂外賣 膽膽比了 這個是我們物流公司的衣服 口號是 無縱天啊 還要 蓋東波的不是必須送到 只有騎一裝衣服 才能讓老百姓你記在心裡 爹 這是我的喜劃書 您看就去辦 好 不愧是我兒啊 傳活命令 今日起 由張伯 帶幫助之位 所有的命令 必須服從 參私要幫助 我們蓋坊紀律錢才不易 哪裡賠了呢 問首喂 活該你要了半輩子飯 你再說一次 幫助 不如 我們現在南江城試一試 三個月被期限 如果到期没有赚钱 原来是您的生意养好 我们再另行打算 如此是好啊 你们两个可否同意 口述无评 非他敢权之外 我又是不敢 儿啊 诺大的盖方 你有没有信心带领大家 孩子定不如命 好 爹能感觉到 你是有很大的改变 是时候给你安排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 对 终身大事 在你小的时候 爹给你许了一门娃娃琴 可那些年呀 你没正行 所以 一直没有让你们见面 现如今呢 也是时候 该让你们见面了 爹 不要吓我 爹怎么能吓你了 相反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那个未婚妻啊 可不是一般人 你可要好好地努力 配得上人家 你别硬 少帮主 哎 瑟瑟 你来个叫好 把这个啊 照给查找 少帮主 这是什么 我呀 想开一个酒店 我还创了些食谱呢 少帮主 您开创的成类物流 跟外卖才刚刚又气死了 又要置办新产业了吗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个酒店啊 跟其他两个 可以形成密切的产业链 说多了你也不懂 赶紧给钱上送去吧 让他赶紧准备 少帮主 我就快起盖开酒咯 没人愿意来吃饭了 毕竟弟子们身上 还是有些味道的 嗯 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没关系 到时候我在酒店里面 加个组织区嘛 来我这边放 好好好可以可以 这边这边 你们来叫忙 少帮主 你把我们叫过来 所谓何事 我想开一家酒店 其中内设一个喜庆更新 因为投资比较大 所以找各位找老师商量 酒店我能理解 那喜玉和这喜早还能挣钱啊 看你是小钱小疯了 不过说话就把酒店给我闭上 敢问小帮主 这喜玉搓澡 是不是就有生意啊 看好了 看好了 搓澡其实也有很多的技巧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前到后 先搓 红桥 手法上最简单的就是 中飞 轻拉 除了干脱以外 还有盐 醋 奶 等多种方法 告诉你们 思想不能太保守 除了塑造以外 我们还可以按摩 捏脚 蒸桑拿 等各种方法 供这些有钱人选择 刺激他们 在咱们酒店里面 多重消费 同时还可以提升 咱们盖方弟子 整体形象 彻底的摆脱 拉弹淡戏 抬头换面 做事有趣 小帮主 我支持你的想法 放心 跟着我 我带着大家好好搞事业 咱们搞事业 来了 你别扔错 你少操我的心 你也不瞧瞧 你自己办的是个什么事 没除掉张五 还被张板那个废物给压着 真是成事不足 我败事有愿 我也没想到会出一段啊 换掉张板 你是真传还是假扯 你现在出了张板 大家不用知道都是你干的了吗 那那怎么办啊 好 把手片去办 好 好 我又有手片了 你们没事 你们可真香啊 那今天 你们一起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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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最强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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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改弄 不改弄 你身上最强势的 但我ues 你身上这 也不 你身上是 我我 陳大老 你是讓在我的計劃是多的嗎 沒錯呀 分毫不差 不應該呀開門前 我已經用蓋藤外賣的人做了衝擊的行程 凭那些菜品 不應該連個捧場的人都沒有啊 當初我就反對警示 爹什麼要點錢容易嗎 現在等 全賠進去了 我早就說過 我們就不是做生意得料 你現在說這話也太好了吧 其實商量有耐心 這點時辰是等不了的 你們幾個等到海 故事爛也等到客人 是誰呀 幾個抽腰飯的 就是 站好了 小野蠍是南江城劉飛族的工具 劉 劉子辰 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 臭 莫非是你在這號趕鬼 咱們好像沒幾個兩次吧 你們幾個確實不可以跟小野蠍接聊 原本呢 你們幾個好好的聊天 小野我哪天高興了 還沒少你們幾個蠻點 可是你們幾個非情商 要知道 南江城內所有大大消息 實際上的 把你們這什麼 外賣 物流 還有什麼 他們的 還有這家酒館 交給我們劉家那大 護人的花 不管你們是蓋包 還是蓋包冊 以我們劉家的手 一定能讓你們在南江城內 乾乾淨淨 爛泥堂裡 還出了一朵荷花呀 來來來來 這小野我們好稀罕稀罕 你一個臭小王子 趕緊放上 你給我的衣服 你只要我一輩子算你也賠不起 那就把你藥費 你去家裡去 好大的膽子 就算是支付打個籃 他都給我三個活命 光天化日 在我的店裡陰陰狂吠 還動手動腳 送著逃打你 好一個影響力吃 醒醒 支付還要求你 在我的店裡陰陰狂吠 全部抓起來放黑衆軍 那你信不信 現在是殺了你 你敢 我有什麼不敢 你自投給我相當的 管我家臭腰爛嗎 臭腰 臭腰 你明顯的槍 你確實不在跟本手的相親 啊 怕人滾 行 你給我擋不著 你給你們這店 我用他鬥氣 你們是獲得這娘 到時候 一定能解開 我是 你 你 小心 我讓我上來 對不起小媽 好呀張北 你竟然敢得罪劉少爺 我看你是存心的想要該幫的弟子 在這南疆城喝不下去嗎 現在知道爸爸了 剛才那個姓苗子過來的時候 你屁的不敢放一個 那可是劉少爺 劉氏的大公子 陳長老張北方向這麼大 你又不能就這樣置之不理啊 要不 根本就沒資格做這個幫助 你得即刻叫他逐出該幫 然後綁了他 趕緊去劉少爺回家 陳長老 您不能這樣再揍弄他了 今天敢得罪劉少爺 給人指不定還能闖出多大的火來 不能這樣眼睛看著 丐幫的兄弟 給他回葬啊 閉嘴吧你 以為就你長了個嘴 扔了史經說 還要我族書丐幫 你配嗎你 那人不就什麼 劉少爺少爺嗎 信不信 不讓他整個劉氏一族 就你 劉少爺滅了你 就如同財子這螞蟻 你還敢有整個劉家裡的 你知道嗎 就算你爹 都沒資格進劉府的大門 行 那我就再加注 查講好之前給了我三個人 那剩下的一個月 我就讓他流失一族 說得清楚 你若是做不到 我要是做不到 我就跳進南江溺死 一言為 製造 你可全都聽見了 就這麼笨 哎等等 我要是做到 不可能 你若做到 我李久 自願主廚改幫檔 永遠消失在你眼睛 你就等我當了 少幫主 您就把我交給劉少爺吧 哪怕是死 這卻願意替您去 說什麼胡話 沒有我的允許 也會出任何問題 可你要如何對付劉氏一族呢 他們是南江城裡造船的好族 就算是造船的成家 也很敢敬意得罪恐 你說什麼 成家也造船 哎 那我的計劃不就可以更好的進行了 萁萁 你趕緊跟我去找個箱子過來 少幫主 你要箱子做什麼呀 說的你也不準 不過你儘管放心 我讓劉家成一瘦都賣不可血 全都來賓 退後退後 哪來了嗎 這小子啊 知道這什麼地方嗎 我要敬你們家老爺 什麼意思啊 大家自己想的 知道不懂 肚子這麼大 吃了不少有誰了 肚皮就給我趕緊滾 再不走 我就動手轟你 你好大膽子 你居然敢在陳家門口動手 滾去 告訴你們家老爺 叫我叫張老爺 你給我叫他 老爺 就是他打到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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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討我陳 還動手打人 當我陳氏一族 胡人是嗎 陳老爺見諒 我可是好意求見 愛和你下人 出言不訊 我只好去手 替你管教你 今天你來找老婆 所謂何事 若沒有正經理由 疏怪我最近的狗客 聽我陳氏一族 經營造船之事 待會常年遭到 世音堂 我特意送來造船之法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你選說什麼 我造船的時候 你還沒有出聲呢 你想教我 我知道 你跟劉家接下了梁子 今天 是來找我相助的嗎 我真的是來送到 這 就不怕你不上套 這 這是你想出來的造船之法 這是什麼法 陳老爺 你先冷靜 這造船之法 如何呀 巧奪天公 簡直是 聞所未聞呀 快點告訴我 這船叫什麼名字 你暫且叫他戰劍吧 只不過 比朝廷用的任何一艘 都要厲害 這船幾不全 你有所隱瞞呀 不愧是航家 我隱藏的螺旋機關 都能看出端子 陳老爺 您是造船大家 我要是傾囊而出 萬一 你 你不用說了 我明白 你是想我們兩家一賢 對 流氏一族 小子 這流氏一族啊 財力雄厚 就是我陳一家 也比不上 何況 我做的這兩種 那也絕非意識 陳老爺你放心 這些我早就想到了 只要你願意與我合作 我們可以成立一個 張誠早餐公司 隱藏傳體的機密部分 然後開一個招商隱私會 公司 招商隱私又是什麼 你怎麼說的我都聽不懂啊 公司呢 你可以列成一個比較大的店鋪 張誠隱私呢 就是開個宴會 其他地所有認識的親朋好友 還有商人豪族 讓他們投錢進來 根據投的船的類型不同 跟他們分發利益 最少十萬兩百億 你小子的眼睛倒那麼小 那這樣 咱們的利益 不就變少了嗎 萬一中途 有人變卦怎麼辦 要是有人變卦 我們可以扣除他的違約金 也就是扣除部分他們投進來的錢 至於利益 陳老爺 您京商多年 應該知道 沒有人能夠做到一職一家多大 與其成為眾矢之地 不如和氣聲 陳老爺 意下如何呀 我要是不約你合作 重金購買你這造船之法呢 千金不賣 你這是吃地火了呀 好 我答應你 好 不過我還有兩個見解 今晚劉氏一族 與知府關係不錯 不知陳雲外 這確實是個事情 但是朝廷有令 官員不能隨意插手 傷人之事 我想知府大人 你不會過分的感受 那就只剪招拆招了 哪有其他想法 我們可以發行股票吧 也就是例次舉 讓百姓投錢進來 根據他們買的股票 引發力 如果中途反悔的話 也是要投本月金的 只要百姓投錢多 就算是知府 不能當我們怎麼樣吧 收買民居 折衡官府 快速聚裁 環環相扣 真是低手 心思緊密 還是後生可憐 該當友誼 成長百年期末 陳老爺嚴重啊 還先速速準備 我好回去 把其他傳奇給弄出來 等議會開始之前 告訴我了 告辭 不行 你果真同意 他的方法 確實好 我要不答應 他都沒找新人 再留是一種長年期傲的 這一次 終於到我陳氏發生了 你可以去 你張開 多多決定 看能否拉攏被我陳氏捕 如若不能 劉氏一族封滅之時 便是他張開 身亡之日 真是巧奪天功 竟然還可以這麼造 再好 沒錢造 也肥料一塊 那個收藥飯的呢 你劉爺爺我來了 還要趕緊快快出來拜見我 劉子誠 今天可是我陳家的宴席 還輪不到你放棄 我還以為誰呢 原來是一頭兆兆 怎麼 你是想幫那個抽藥 幫你出頭 劉子誠 我要不是看在牛家的面前 搞得你 你對 你要跟我 忘了我以前是怎麼把你當狗對待 怎麼 不服呀 我說你們陳家也真是 想要翻身 最起碼也幫一下有頭有臉的大人 要不是跟一幫乞丐勾結在一起 你不是一點臉面也不要 劉子誠 你怎麼搞的沒有 他就是重新給我 你一個抽藥飯的終於捨得出來了 你要是早點出來 這個姓陳呢 我們什麼挨一巴掌 大東西要幹什麼 很簡單 把造船的核心技術 跟所有的商鋪交出來 不然的話 你這投資招商會 還是開不了吧 想想想東西 喂 好 看看看 這也就是你們陳家看這種軟蛋東西 依我看 你們陳家不如花眼睛挖了算 張白 我不能給他 我讓你說話 閉嘴 張白 我原本還以為你是一塊硬 沒想到 你就是一塊沒骨骑的軟蛋 算了 小葉我不想跟你對話 早點把東西交給 然後立刻給我滾出那警察 看見他這個廢物東西 這個東西 張白 不用管我 我能讓他東西都不能交給他 只要你現在下跪 給陳中山磕頭道歉 你想要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你 你敢耍我 你劉家不是山谷大家嗎 怎麼連做生意需要本錢都不知道 想要我給這個廢物道歉 他配嗎 還有你個臭藥飯的 跟我談生 你也不配 劉子晨 欺人談生 不不不 還有更欺人談生 在座的所有人給我聽著 我不管你們是誰 今天你們但凡敢偷一個仔 反而並且往後 如果跟丐幫還有陳家 有任何生意上的來往 就別怪我劉家不留情面 我人力很少 別給我現在的動手幹掉 你要是今天敢動手 明早便會在菜市口問戰 是是 馬知府的長女劉子晨 為過我們的妻子 劉帥也竟然成了師父大人的女 這下可沒人敢動他了 張白這是雞到鐵板的呀 偷藥飯的 聽到 您先前不是想動他 不是想提這個姓陳的出氣 現在你倒可以試試看呀 張白我夫君能看上你的店鋪 是你上輩子修來的福氣 如果實相的話 就趕緊把東西交出來 否則你丐幫的上千子弟 明日在南疆城 怕是連要飯的地方都沒有了 還有你們陳家 最好自己離開南疆城 否則別怪我馬家不客氣 我可以服務姓 可丐幫弟子不能被改成聯名城 不然豈不是什麼笑話 我都沒人把他蓋工地怎麼回 臭藥飯的 你先前不是很囂張的 現在 不知道何必是在下場 你這一巴掌若是打下去 怕是連馬之父也就不讓你留下了 你這一巴掌若是打下去 怕是連馬之父也就不讓你留下了 這美女是誰啊 為什麼要幫我呢 放肆你是什麼人竟敢威脅我馬家 你爹在我面前都不敢如此放肆 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打我 今天我聽著你生不如死 這位姑娘看起來有些面生啊 應該不是我們男生之類 這是我跟張白之間的私人人 希望姑娘不要 不然你能把我怎麼樣 你能把我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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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看著我做什麼 姑娘 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 你不會對所有姑娘都這麼說吧 不不不 我們好像在夢中見過 放肆你們還有沒有把本小姐放在眼裡 整個南江城 還沒有人敢在本小姐面前這樣說話 沒錯 想替這個抽藥犯的出戒 也看你有沒有資格 九江總督之女 這個身份夠格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個抽藥犯的 真的是大大包天呀 為了舉辦這宴會 竟然吵人假問 我的女兒 你可知道 人超賺個死罪 沒錯 就你這樣的人 還能認識總督府的千金 你連給人家提夜壺的資格都不夠 正白你糊塗啊 抽藥犯的 就算你現在把所有東西都交給我 我也救不了 並且因為你這愚蠢的行為 很講 也逃不脫 這叫什麼事啊 我他們也不清楚現在什麼情況 你們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九江總督令牌在此 可跪下 你這臭乞丐 做戲還做全套呀 還弄來一塊金牌 我看著這是鍍金的吧 還以為是什麼大人物呢 先前還敢打我 劉子晨給我打斷他的手腳 今天我要用刀 在他的臉上劃一千道口子 住手 住手 爹你怎麼來了 我再不來你們倆就躺下大禍了 岳父大人 下官南江城之府見過總督小姐 你真的是九江總督小姐啊 嚇到了 哎呀 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閉嘴 總督小姐 全女被我寵壞了 若有冒犯之處還請海南 她剛才可是要砍斷我的手腳 在我臉上劃一千道口子 你現在一句話就想把這件事情了了 世上 怎會有如此疲疑 你們兩個孽障還不趕緊跪下 總督小姐息怒 先前都是誤會 誤會 誤會 你也配跟本小姐產生誤會 現在到門口去自罰巴掌 若沒我的話就停 我就讓人替你打到明天早上 總督小姐你 馬知府是聽不懂本小姐說話嗎 你還等著幹什麼 還不快去 你剛才很囂張嗎 忘了他是怎麼對你的嗎 還需要我替你動手嗎 總督小姐 我可沒有得罪您的意思呀 總督小姐 這不妥吧 此事是紫紫辰跟張百的私人恩怨 您插手的話 你馬知府的成龍快去不能受委屈 難道我的人就能讓人欺辱嗎 張百不是乞丐說什麼 什麼時候變成總督小姐 我以為他不會見過我 莫會這麼胡說 算了 先過來眼下再說 啊啊 張百 你個搞張人士的東西 你別用我劉家沒人了 你劉家要是有人 就站出來啊 劉子晨在南江城作惡這麼多年 我今天就要當著大家所有人的面 好好的教訓你們 啊 你說我輸過你了 我只不過想帶著丐幫弟子金山虎口罷了 現在還想不想要我東西了 你個臭腰犯的 我必殺全獎 就憑你 信不信我現在就殺了 住手 我不信 老劉 老劉 總督小姐面前不得放肆 我兒已被欺負成這樣 要是還能忍氣吞聲 那還是人吧 請張 馬上放了花 不然我盯叫你抽筋八屁 打了小的老子就冒出來了 你以為我怕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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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老爺 這樣你可滿意 你兒子作惡多端 我請出手管教一下 不用謝我 我要殺了你 你就是總督之女 我兒子被他打斷了腿 你沒看見嗎 那是他咎由自取 好 好 別以為你是總督之女 我就不敢動你了 我們劉家 為朝星造船多年 朝中有的是朋友 我要把你們今天 仗勢欺人總人雄雄的罪行 上報給聖上 到時候就算是總督 也抱不住你們 劉四海 真但我陳家人沒有貼心嗎 你個老烏龜 給我壓了多年 你還有脾氣嗎 我真有 帶著你們陳家和我們劉家 死播一場 哼 不敢 你就給我閉嘴 你 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一出好戲啊 拜見總督大人 拜見總督大人 都起來吧 我這麼多年沒來這南江城 沒想到還出了這麼一號人物 聽你這意思 本都還要向你賠禮不是 賠禮不必 只要總督不偏袒這個臭藥飯 他 我劉家 副將一方 朝中朋友不少 若是總督可以心得方便 以後 我們也可以成為朋友 朋友 你這是什麼 你這是什麼 劉家也配 我告訴你 張柏迟早是我總督府的人 張武更是我大哥 你們要是敢動他一根狠 我會讓你們留講錯骨楊晖 我爹還認識這種人物啊 總督大人 你就不怕 怕 我是馬一身殺敵無數 我會怕 我只怕你這些朋友 到時候連屁都放不出來 還弄著幹嘛 帶上你這個廢物兒子 不滾 總督大人 下官跟劉家 可是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不是吧 那個劉子成 不是你的成龍快婿嗎 張公子說笑了 下官 這就回去把他們婚事給退了 你倒是機靈的很 好了 我與張武大哥許久未見 你們就不要打擾我們叙舊了 你倆 是不是該找個安靜的地方 陳兄 今天的投資招商會 可就交給你了 請放心 請給我來 爹 這最近怎麼回事 啊 還是我來說吧 你爹呢 對我有個救命之人 還幫我解決過軍曉的問題 才有我今日 當年 我離開南江市 已經跟你爹有個約定 跟你和如煙 定下過婚約了 臥槽 原來我老爹不是乞丐頭子 是真正的一層待遇 你幹什麼表情 喂姑娘還沒嫌棄你呢 你還不樂意了 哎 如煙 我對你未來的四十五一 我呀 你別介意啊 如煙從小就五刀弄跳 養了一身男孩氣 你呢 以後還要活動包含 爹 叔父 你嚴重了 好 好了 說點正事 說說你跟如煙的婚事吧 叔父 我覺得 婚事暫且分析 你什麼意思 大二 胡說些什麼 啊 說說你的想法 如今我公業未見 如何談婚論家 況且 我說了要面了劉家 男子和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馬難追 好 有骨氣 你的情況呢 我都聽你爹說了 你放心 有我在 劉家不敢動 但是你生一生的事 我不便插手啊 如果以後有需要我的地方 你儘管開口 等你滅了劉家之事 就是你們兩個 成婚之人 爹啊您答應馬之谷推婚之事嗎 答應 怎麼說 難道 得罪總督 還有大招 跟馬之谷的交響 那儘管過後 我岂不是南江城 最大的笑話 爹 我不甘心 我殺了那個張牌 我絕不罷休 放心 五爹我 已經想好對策 總督 老爹媽死 你 你 我 這就是你的天生妖女 長得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 看著有點虛弱 你是不是平時老欺負人家呀 胡說什麼呢 姑娘 少幫主對我很好 你還幫你少幫主說話呢 你知道嗎 我可是你未來的少夫人 曾經以後 你只能幫我說話 聽見沒有 啊什麼啊 現在都幾點了 還不退下 哦 我知道了 是想惹下來伺候 我和你少幫主之間的 行為之事 對吧 你不回你的總督府 到我這來住幹嘛 你以為我想啊 還不是我爹吩咐 怎麼 你怕我壞了你跟那個丫鬟的好事啊 我告訴你 我不管你成親之前有多花天酒地 跟我成親之後 你要是敢碰別的女人 我就把你給淹了 哎你幹什麼 我都不慌你慌什麼 好看 好看 我這就只有一張床 怎麼睡啊 那很簡單 當然是 我睡床 你睡地步 反正呢 成親之前 你要是敢動我一根手指 你喬 要你 造命 要走了 快來快來想死我 這話我是九江總督的大哥 你不會還不知道呢 什麼 這怎麼可能 怎麼多的女兒已經住進咱們府上了 你說該如何是好 你想我怎麼做 我就殺了那總督之女 且不說 這是多大的罪名 我聽說總督之女無意高強 我怕 是他對手啊 瞧你這點出息 看來咱們的事情想成 得再想想辦法 沒想到他挺勤奮 從前我還以為你是個窩囊廢 那肯真會讓你失望了 不好了 抓住啊 他們物流公司的人被山賊搶了 我傷了十幾個人 我我也被搶了 什麼 山賊 南疆城還有山賊 正好我久未殺的有點手癢 這事你交給我 我去找爹要兵 幫你把東西搶回來 哎你先別急 少幫主 這位姑娘 這是總督小姐吧 先別管他 我說什麼事 官府那邊怎麼說 少幫主有所不知啊 這些山賊呢 盤擊城外九 官府拿他們也沒辦法 哎 那我們就去跟自己想辦法了 對了陳少王 你趕緊去召集兩百名伸手掌印的弟子 我要成立一個保鏢公司 你又說少幫主 這保鏢公司 是什麼啊 啊你可以理解從保護人跟貨物 除了保護我們自己的貨物以外呢 如果有人想出城 只要給我們一些營料 我們就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嗯 也算士兵買賣吧 山王主啊 人不是問題 不過這些山賊手裡可都有兵器 咱們總不能讓弟子們拿著木棍跟他們拼命吧 官府有命 百姓呢 百姓呢 不得私住和買賣兵器 否則有仗刑一般 衝軍八百里 有了 陳少 這是什麼 你不需要知道 找人按照圖紙上面的話 把東西給我買回來就成了 另外趕緊把人手召集起來 我們要把保鏢公司的事趕緊宣傳出去 趕緊掙錢才是王道 是 師傅 長白 這如煙帶兵出城幫你繳匪去了 你怎麼跑到我這兒來 師傅 我有名 想請你看看 這是什麼東西啊 槍也不像槍 刀也不像刀 此物叫做護槍 可在三百步外的射傷 哈哈哈哈 張白 你知不知道 你在說什麼 當今朝廷最厲害的禁服 可才能射一百五十字 師傅 千真萬確 只不過此物做護膚子 若是想給朝廷兵馬配備的話 需要建立兵工程 兵工程 不是什麼 嗯 您可以理解為專門為朝廷兵馬打造兵器的理由 而且必須要召集門功槍將來行 我看您這個樣子好像不太相信你了 要不這樣 如果我所言有虛 我願自去圈 好 那就依你所言 看這小子 雄有成竹的樣子 不像是說假話 如果真能造出護槍 陛下肯定會救生 有效 那個 Caesar 我有一個新的那個 剩下一個 配得给五个人去 这可不行了 这不是我说的话 那是朝廷书 这两百个人随时听你们的拆解 这样 那好吧 还要再这 可不能为了乱级 保持一同 保持一同 你回来了 可以给他 几个小猫贼而已 不是我说 你们南江城的贼都这么穷 你那些混物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两 连这都强 早知道我就去了 不是山贼穷 是有人在背后好 哎呀你们怎么跟山贼还有勾结呀 堂肯贝官子知道了 那我们留家可有大后领头呀 那些山贼 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张板不是想做物理物理 我要让他 出不了南江城 谁啊 你 用不了多久 我就把张板人头给拿来 哎 你干嘛 你不是说那山贼是刘家指使的吗 我先要去把那刘刺海抓过来 赶紧把剑放下吧 你现在抓人你有证据吗 那你楼家这么做 肯定做到冲泽准备的 那怎么办 难道他都一直这么想要法外吗 张公子 不好了 神叔怎么了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愿意买我们的油体 马知府 他 他还带人查误了我们的船程 说我们 狮字建造战船 那 我和爹还在南江呢 那马知府怎么会找他麻烦 现在不少人都找我退钱 可咱们的钱都用来造船了 我狮子 没钱退给他 我现在马知府真反了他 那我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那怎么办 是 张公子 总督大人如果不管的话 我们就要赔上全部的家业了 张公子 你还得赶紧拿个族语呀 我还真是小乔的 师叔 接着 张公子 这样能行吗 听我的没错 现在只有我 就你 走 带我去见你爹 不是刚见过吗 我又想他都不成吗 我知道你们来说早传承不上 我已经知道了 但那是朝廷的命令 我也不能为人 叔叔您误会呢 我只是想请您帮个小王 什么 叔父为官多年 想必在朝廷威望颇高 想让您请些朋友过来 我可以请他们吃个便饭 张公子 我提醒你上路 勾结官员 那在朝廷也是这样的 叔父放心 我有分寸 行吧 哎呀 你也被闲着了 去把马之福叫个酒店去呗 你不会是想拉罗马之福吧 我劝你谁要上班啊 那可不是个好玩意儿 我叫你去就去 不是跟你傻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为什么不敢呢 我可是你未来的夫君 若是以后啊 你再冲动行事 小心我修了我 你敢 没有我 你连招生会都看不出来 你对我的好 我不会忘 你对我的好 我不会忘了 但是你别把我当白色 惹急了我 我可不管你什么总督之女 若是被修之事 传出去了 你跟总督的名声 怕死都不再好 给我倒着 唉 这女子哪都好 就是脾气太暴 要是不敲打敲打了 往后指不定给我 瞅出什么话 马之福 张公子 造船厂的事情 是曹廷的命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哼 要是因为你 我会跟刘家交恶 我女儿会蒙收那般羞辱 成了江南城的孝 等你倾家荡厂后 被总督抛弃 看我到时候怎么弄死你 马之福误会了 我这次叫你来 想商讨生意上的事情 若是这事 那便不用谈 本官从不经商 在他话说完之前 你走一个试试 要是没爹 一个小丫头骗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马之福有所不知 我打算开一个 水上游艇服务公司 专门为达官贵人 打算在南江城 设立第一个试点 说不定以后啊 还能成为南江城的一道特色 不知道马之福 我第一个会员 张白 你是把我当傻子故弄吗 我虽然不知道何为会员 但是只要答应了你 你官就要放了造船长 你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吗 拉拢贵路朝廷官员 就这一条罪 我就能把你关进大楼 你居然听不懂好乱话是吧 够了 朱如烟 你不过只是总督的女儿 有什么了不起 我尊重你 可你也别把我当摆设 你放死 到底是谁在放肆 怎么 还想对我动手 我可是朝廷命令 你动一个试试 看看你那个当总督的爹 能不能救得了你 马之福 买卖不在人意在 说这话要何必呢 何必 为了我女儿我也不会放过你 张板 我实话告诉 想救造船长 简直是吃人说梦 退不了百姓跟各大家族的钱 这次就算我不出手 你跟陈家也完蛋了 马之福 你说这话 不要厚 厚 等你死了 我跟你上 你就这么放过他 他说的没错 你打了他就等你打了朝廷命 你爹也救给你 不过你放心 我会帮你出了今天这口恶气的 帮主 听说总督大人早年丧妻啊 没错 我这个贤弟啊 这些年是边守官 边带女儿说起来啊 也是兄弟 那不如我们给他介绍一门亲事吧 我如今有个妹妹带字归中 您看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吗 你可是总督大人的大哥 所谓长兄父吗 可一不会拒绝的 是啊 我这个贤弟 也该找个妻子 这样 我明天 先去找他说什么 这样才对吗 张五啊张五 等我小妹进了总督府的门 有你没你就不重要了 帮主那咱们歇息会吧 好 这位想必是总督大人的家序吧 我真是一表人才啊 年过了 哈哈 张白啊 在座的没有外界 有什么话 但说无妨 各位大人 我想开一个游艇服务公司 但目前遇到点问题 相信各位 成为我公司的会员 公司为何物啊 张公司 呃 公司 你可以理解为店铺 但请大家放心 到时候啊 你们只管享受 放松 或者有什么货物需要配送的 我们公司会优先为你配送 没有任何声音上的老 哦 既然张公司这样讲呢 我倒愿意成为第一个会员 这样的话 我也加入 哎 好好好 呃 张公司 我已经听总督大人说过 他一个小小的留下 还在那翻得了天 你在我们淡州 把你的造船产业 你的物流 股票 全都在我们淡州开起来 我的地盘 我说了算 在这个地方 保证没有任何人敢跟您作对啊 啊 对 我们也一样 我们这次啊 就是要让刘家看看 什么叫做 钱大不过全 好 呵呵 那就多谢各位大人 给我出来 刘院卫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们陈家 卑卑无视 联手张柏 发行股票 骗了百姓的钱 我新日来 就是替百姓的 要钱的 陈百言呢 出事了 老的躲着 让小的顶着 你们陈家 真是一点 连面都不要了 你 刘院卫 说话都要讲证据的 我们合约股票上 写的清清楚楚 未到时间 收回股票 可是要扣除我的心的 我从上 多年 从没有听说过什么违约金 这是你们陈家 和张柏的阴谋 今天 你若不把 拿钱交出来 你就让人 拔了你们陈家的 便宜 信刘的 就怕你没这个胆 你这个抽烧饭的 来得正好 我还以为你 逃出了南疆城 你给我听 今天 你要是不把你 和陈家 骗出来的钱财 交出来 我就替 南疆城的百姓 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金 就算是你的 总督岳父来了 也救不了我 扒皮 抽金 我或许没有 但是你问问其他人 谁能放 刘元 说的没错 今天我们一定要拿钱 一定要拿这钱 各位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不过请放心 不管是我 还是成长 不会让你们 放下 大家不要想一想的鬼话 你们的造船厂 已经被查封了 所谓的股票 还不如 插屁股的废纸 谁说我在南疆城的造船厂被封 我就再有出场了 各位 请看好了 这是淡州 青州 以及各个州郡之府 给我签进的合约 他们会在各个州郡 开办造船厂 等到时候船造出来了 你们的钱 一文都不会赏 不可能 他就是要贩的厨生 怎么可能认识各州的支付 不 是总都帮你 他这么做 就不怕违反了朝鲜的律法 开设造船厂 可以提升各个州郡的财力 为百姓 我的岳父大人没有收取任何钱 说说 他到底违反了你 张公子 张公子既然这么说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请各位 再给我一些食欲 对了 刘云外 等我们的船造出来了 你们的船 怕是一艘都卖不出去 那些泡了水的臭木头 估计做什么棺材板 都没人要 你 又 今儿是什么风 把马之符给吹过来了 张公子 这是船厂的解封令 另外呀 我还有一事相求 就是能不能 不要在别的州郡 开设船厂了可好 只要张公子您答应呀 今后有任何事情 张公子尽管解释了 现在着急了 早干嘛去了 之前你挺嚣张的 马之辅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吗 你忘了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了 张公子您想如何 马之辅 你之前怎么对我的 不重要 但你对如烟姑娘这般无语 你现在给我跪下磕磕头道歉 胡歌红包 张公子 我可是朝廷命官 拉不下脸来还求什么人 你忘了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了吗 那你此刻的行为 又是什么意思呢 想要拉拢商骨 却眼钱财 你就不怕触犯了朝廷的力量 张公子 你不要给脸不要 这解封令 本官可还没有发布了 这可是本官向上面求来的 你信不信 本官马上射 到反抗一日不解封 你那些所谓的战舰游艇 通通都是一文不值的费 你拿什么钱 还给南疆城的百姓家族 有本事 你现在就把它给我撕了 别忘了 其他州区都开始了道路 我大不了少赚你 到时候赔就赔 其他州区都有 而你却毫无信 若是 我让朱大人相望 出沙帽 当真没有半点商量 商量 查封造船厂 并伤而过 不给如烟姑娘喝头水里道歉 这事就没得商量 他朝廷命团 看你能当多强 你就不怕我把造船厂 交给刘家 没有我的核心造船技术 他刘家也可以造出完整的船来 朱小姐 之前是在下说话谈的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张明子 您可满意 马之谱 城外山贼盘踞公使 而刘家 却没有遇到过一次 想必你应该知道 他们的保存是糟的 张明子 您放心 三日之内 定给您一个交代 三日 我等不了你 一日之内 我要知道 刘家和山贼所有的命 刘四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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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四海 因此 昊只有 谁 不 如果 camp 刘二 便 再 Int 因此 谁 摁 还不是我们语话的事情 马之辅的事多谢了 别客气 我答应帮你出气 我就一定能做到 我外来的妻子 可不是谁都能欺负她 这不是总督府的如烟小姐吗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长得可当真是俊俏的紧 你躲什么 我可是张柏的小娘 以后就算不是你的婆婆 也是你的长辈呢 更何况我妹妹就要嫁给你爹了 以后咱们可是亲上加亲的一家人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张柏他爹已经替我妹妹 向你爹说没去了 放肆 你需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也不看看你妹妹是什么伙子 也是个女生家的门 张柏我回去看看 你来做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张柏你这还没当上总督府的女婿 就瞧不上我这个小娘了 你可别忘了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 什么姑娘 谁也知道了 尤其是那个飘香楼的柔柔 到底要干什么 罢了 既然你不肯回想 那我就开门建商吧 你不是在搞什么股份吗 你名下的所有产业 我都要有成的股份 你疯了 平时不好 就凭啊 你拿的都是你爹的钱在做事 他的钱可都是我的 我要点股份 也能合一公 这有意思开口 当然 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嫁给你爹 你当真以为他是我的心上人吗 那我要是顾给你了 张柏你可平安 你代付刘甲靠的可都是总督大人 你若当不成总督府的女婿啊 这人家想要弄死你 可是易如反掌 更何况到时候 我们该帮也不是他对的 我怎么忘了 以前张柏是个日赌夜瓢不入油的祸子 犯了 既然啊你舍不得钱吗 我就只能带柔尔姑娘去找总督大人和朱小 张柏你干吗 他可是你小娘 你没误会我什么都没干 一上都多了 我这就把你们干的这龌龊之事告诉帮助去 看你再如何跟我总督臣的成亲 如何在这帮助利索 还站住 怎么 好了 最好 不过此事 也不是不可以迂回吗 但是你必须给我做一批交易 什么交易 把你置办的所有产业全部 日后你准备要做 我统统要占一半 另外 你跟总督之女成亲后 必须即刻离开业帮 帮助职位 让给我 嘿嘿嘿 此一脚 我胃口外面太大了 哎 这不是你送上来的吗 哈哈哈哈 张柏呀张柏 我原来还在想怎么能够干 没想到你这今天就送上来 真是天主我也 哈哈哈哈 放心 只要你以后乖乖在床上 我绝对不会亏待 嘿嘿嘿 李久 我爹还没死 你就对你让我想起来 这个人为你太有的希望 这不得感谢你吗 哈哈 你就当真以为吃定我的 张柏 此时此刻 你觉得你除了任我摆布 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啊 你舍得放弃你总公府女婿的事 放心 等你出嫁到总公府那天 我本人一定会亲自为你挑选一个 严厚的大力 你你敢打我 你找我死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威胁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是你这样算机好的 你 你知道到底没如何 你你什么你 你以为盖帮弟子都是傻的不成 我提醒你的一面之死 我要是告诉他们 你即使选娘来陷害人 他们会信 你你这就是颠倒黑白 我就颠倒黑白了 你又能怎么样 整个南疆城的弟子都知道 你在这种专业盖帮主的位置 你的话能有几分可惜 更何况 现在是我在他们政策 同时 这件事情 还关系到总督府的那一生 你说 总督要是知道了 杀的灭口啊 我不信 不信你就可以试试了 不过现在 从我的房间里给你 张牌 你别得寸进尺 大不了咱们鱼死往破 那你试试吧 看看你这条臭鱼死 我这张天罗帝王 你不会痛 我是翘子 你订阅我昨天我可不判你 我们之间的事情要是被外人知晓犯的 或者不在哪 只是威胁 我这么多死在我面 你找他 我可不判断 因为是你真的要杀了我 那你就是 到谁也 说的 滚了 师傅 您今天叫我来随时有一个事 走走走 这枪啊 已经造好了 威力正如你所说的 放心 我会上奏朝廷 少不了你的风声 多谢主婦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只是这竹燕 一大早 又来找我建兵 这肯定是出城帮你打山灾去吧 竹燕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 我看终究是不过有什么结果 这城外的山高灵敏 而且那山贼呢 有熟悉地乡 本来就是一手满钩 就算你的枪在身 那也是 山贼的事呢 其实你很清楚 要想解决问题 就得从根源下去 不会像地牢农业 但是那个刘家他们藏得太深 我暂时抓不到他们什么 要是能抓到山贼头目 找到他们跟刘家勾结的证据 他们就自然不明自破 是 但是这山贼 岂是这么容易对付的 你说这钥匙啊 说 在山下 可以看到山上的全貌 简单多了吧 要是有雷达检测就好了 对啊 就算没雷达用望远近眼的看清啊 道路齐区用飞机 或者飞行不就好了吗 不过 我想办法 只不过需要些实力 我先告辞 到时候我把宝宝送过来 哎呦 这小姐 小帮主 飘射龙的老宝子带人来了 是不是要见呢 你见 你让他们管 如果他们不走的话 就把他们轰出去 谢谢 谢谢 我 刚刚都拿下山寨了 可又让那帮土鬼逃到树林里去了 放心 你下次去 他们一个都不 嗯 这是什么 这个呀叫望远近 也叫千里眼 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意思 你真倒是傻子 世界上怎么会有多么神奇的东西 哎你过来我教你一遍 你看 看那边看到什么了 哎哎我看到一个男的在洗澡 哎哈哈哈哎 哎哎真的这个东西正面的都不是能看清 你是怎么造出来的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记住 不仅我 你无死 就什么 待会啊 你把飞艇还有华翔衣的图子给你夫妻带回去 让他找叫人打造就好了 飞艇跟华翔衣又是什么 这个东西长得好奇怪啊 这个东西长得好奇怪啊 球不像球 棺材不像棺材 别别别 不乱说什么 这个叫做飞艇 可以带人的飞到天上去 这可惜啊 容量我现在 容量二十倍 而华翔衣呢 就是穿上之后 从飞艇上跳下去 可以短暂的飞起来 这个方法我也写在图子上面 真的假的 木头造的东西也能飞吗 现在只是个模型 等实物出来就知道了 所需的材料我也写在图子上面 另外啊 我告诉你 生在这个时代是你的故事 你才是信的 就这两个东西就能对付毛贼吗 当然不是了 我给枪配备了瞄准镜 到时候啊 你在天上飞 那些毛贼就准备在下面挨枪子了 嗯 好 那我这去拿给我爹 刘四海 等我找到你跟山贼联系的证据 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 你来找我所谓合室 你明知我与张百过往神秘 我俩见面 我看合适吧 我比带游 我今天来啊 是跟您聊合作的 那张百不是与你凶了个赵同情 你把您聊天 你把您聊天 以后物流 这边 买买买 独有你一份 就凭你 怎么 不信啊 我知道你顾虑上 那张伯 如今能如此消责 不就是唱着总督大人吗 但是如果 我能让总督大人废除非烟呢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当然知道啊 你是不知道 成员外你 一下子 那等你让总督大人取消了婚约以后再说 再来说 这是刘四海和珊在网雷的所有属性 太好了 这次刘家斯蒂 那要如何 是我去投资马之伯 我去把刘四海抓进大牢里 再去把刘四海抓进大牢里 了 还有这 您这个人应该都在你家 在死然后 嗯怎么了 按下我说句说 其他的交给我 张白你个臭要犯的 敢射出我们刘家 你当时是找死 刘子晨 瞎让了什么 你抱着这条腿子断了 该死 来人 无论生死 给我拿下走 我看谁敢 动手 那和我 竟然是不雷霆 莫非 是雷公神物 瞧什么 这没见过世面那样 这叫枪 我轻轻的动动手指 就能要你的小命 吓唬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是个臭掉瓜子 挖了一根能放手 破棍子 还想要你的小命 小 白嘴硬吗 还有你 谁敢上前 一枪掉了他的小命 净张的 你到底想干 干什么 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我今天 就跟你好好算下这张 给我跪下 臭药犯的 你是不是疯了 就凭你晒窗我们刘 我就让马仕 把你力气过去打 我 你这个死瘸子嘴还挺皮的 这下好了 另一条腿也废了 下半辈子就在床上当个废了 啊 我的腿 快来人 赶紧给我弄上 快 再敢上边一路 一枪要的能力 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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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好 大 你 我三 你 爹 爹 爹 这被我 又打到我一条腿 你给我弄死他 什么 上海 你找死 真以为我留下棍神了 后来也救不了你 好啊 有什么本事就都使出来 就我怕你们刘家 都是一群中看孤中用的 子 蛋 给我吓他 你们怕什么 出了事 有我担人 上海 别费劲了 刘四海 你的这些人 都被我手上的枪 吓破了胆 仿若你今天自己一动手 你们刘家的颜面 就会被我狠狠的踩在脚下 大师傅到 大师傅 你来得正好 张老师 强闯我留 大伤我 你要问我多主 放心 我就是为了此事来的 张老师 你好大的胆子 无子肆意妄为 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知福 看来你是来护士 总官是为了公道 当然 若你愿意与我做兵满 那今日之事 我可以装作 没有看见 大师傅 您这是什么 如此操控 绝对不能轻炮 我一定让他死 够了 你就安心看着 我绝不会让你留下吃亏 什么满满 停止你在其他州郡的行为 并且把南疆层内 你所有的产业 加上造船厂跟军工厂的机密 交流假 好大的口气啊 你就不怕被噎死 张老师 你要搞清楚 这是本官在给你机会 没有撑击报上次在酒楼的持 要感恩戴德了 强闯萌宅 杀伤无辜百姓 本官就可以把你官进大老 仗行三百后 充军千里 本官重新待你 你是看在 中都大人的面子上 不行 我还有个要求 交出所有财产 给方法后 张老师 该把所有弟子 必须在我留家人口 必须 可三天图谢罪 然后滚出南疆城 以后啊 只要听到我们留家的名字 必须跪地谢罪 只要我们留家 就是不死 我也要让他脱层机 哼 张老师 我就不信你不答应 总算是让我逮住机会了 你笑什么笑 当然是笑你们太蠢了 连死到临头了 都不知道 放死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人啊 你把张板给我拿下 押回衙门 我看谁敢 总督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若是不来 我会看得到这首好戏 总督 张板 正值确保 难道你要包庇吗 总督大人 刘元外所言不讲 还望您不要阻挠下官办案 放 还需要你们来教 你算什么东西 管罗 你可不要欺人太神 今天 若十亿包庇张板 本身碎 也不会让你好供 你好大的胆子 刘四海 一介草 应该容输狂了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跟你废话 那么 还是你来说吧 让他死的明白 刘四海 这些信 你眼熟吗 这 我可 你怎么会用 当然是你养在城外的山贼 被我一锅端了呗 刘四海 我看这一次 还有谁能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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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板 你可把我爹起都心 我要你碎尸万段 杀我 你现在还能爬起来 碎尸万段 现在你刘家 估计你造深之地动 马之虎 此情此己 不想说些什么 种族战略明见 我 我真的不知道刘家跟山贼有关系啊 马之虎 你先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那不可疑 你是的知府大人样子吗 张公子 张公子 您大人有大量 权套我之前在放屁 你求求你 求求你帮帮我 咱们有关系吗 你刚刚不是还说要仗责我 冲金千里吗 杜大人 让他 曹庭老师当之主 你就是这么当官的吗 杜大人 下官知错了 下官知错了 闭嘴 还敢自称下官 你这种连做人都不配 來人 劉駕上下準備下 總督 我知道這次 劉駕徹底在 但在你下來之前 我給你作品教會 垂死敗稿 也可以跟本獨做交易 你看看這個 你怎麼會有這個 總督 現在 不會拒絕我 來人 把他給我帶回總督府 叔父 不必多說 剩下的事情你先處理一下 好人都給我帶走 東西是哪來的 自然是有人給我的 總督大人 我想應該知道 令台的含義 現在 還要幫著張白 張白是我孤雁 就算是貴王知道了 他也不會對我動手 那你就不怕 殺了我之後貴王動怒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告訴你 雖是外界 但我也是貴王的同仕 哈哈哈哈哈 現在 你還敢對我動手 我這一輩子 最恨別人危險 帶上你兒子 離開南疆城 也算是我對貴王最好的交代 在我走之前 我給你一個忠告 張白那小子 絕非持重人 這 留不大 萬一貴王知道了 你說他日後會不會取代 這事 有不老人好 對 你真好歹 你真好歹 怎麼了 一會來擺個臭臉給誰看呢 你別說話 哎 張白你這是什麼態度 我照顧惹你了 還不是你爹 我畫了那麼多的星星 眼看就要要了劉思海的命 那一句話就把人給帶走了 原來是這事 你放心 我爹絕對不會讓劉四海那樣的人活著的 呦 你們小兩口都在呢 老爺和你們過去說是有事上的 爹 你找我們有什麼事情啊 剛剛總督派人送信過來 說劉家所有的家產全部歸你 不過 他有這一半 劉四海人呢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晚 他已經走了 不過你放心 你叔父不說了 劉四凱 他永遠不會再回到南京城 站住你要幹什麼去 我要去問問你爹 他為什麼他什麼 他什麼時候答應過你要幫你解決劉四海了 你現在去找我爹你什麼身份去 要是我爹不願意 你連總督府的門都進不去 如言說的沒錯 本兒現在當務之急 是你會從心的分事 國父你說什麼呢 你爹以前說過 劉家 負面之日 就是你們成親之事 我看上本沒這個 李教 你胡說什麼 哼 幫助 有些事情 你們打算瞞周小姐說去吧 哈 既然都不願意做這個惡人 那我來做呗 進來吧 你什麼意思啊 柳小姐 這女子 名叫柔兒 是飄香樓的頭髮 也是我們 生活處的紅顏軍 李教 你胡說八道什麼 不承認呢 那讓柔兒跟你說 張公子 難道你忘了 我們花錢約下了山謀海事了嗎 你不明白我什麼時候跟你 海事山謀啦 你說過 飛往過去 還會替我出身的 這個人瘋了吧 來人 把他給我扔出去 馬上按著 少幫助呀 男子汉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好歹也是男兒子 想說二伴我呀 陳柯小三樓 誰不知道你還軟了 難不成 還要我叫其他人來證明 李教 你算請我 朱小姐 你現在看清他這個罪戀了嗎 張白 就是一個為了容夸富貴 可以拋棄一切的小人 你還願意嫁給他嗎 朱月 這樣做 對你有什麼好處 幫助 依我之間 張白 已經不適合再繼續同理代報 你久商為了 幫助之位 我建議另選他人 你何必講啊 這才是你的知識 以前 當真是想看見 幫助 雷九這麼做也是為了咱們蓋幫好 張白若是一直如此心性 的確不適合同意蓋幫 服務人嚴重了 幫助 此事重大 一五看 從成績 陳張老 事到如今你還幫著張白說話 你究竟說了他什麼好處 鄭小姐 此時此刻 你是不是該說點什麼呀 張白 他們說的是真實家話 蘇月 我以前 確實做過很多混蛋 但我現在沒有 你一個小人的承諾誰會信 如小姐 他今天對你們說出這樣的話 將來遇到比你更富貴的 那還不是一樣 投棄你嗎 你給我閉嘴 再多說一句 需不就我現在是殺了你 拿開你的髒手 哼 殺我 你不 幫助 你若質疑要叫蓋幫還交給張白 那就不能怪我了 你想說什麼 說起來 還得感謝產業 什麼 這關我什麼事 你還不知道嗎 你在張白之伴的茶葉中安排的人 有一大半的主人 既然幫助一義攻行 那我只能帶領我的人 立即不算了 你敢 李小 你這可是叛徒行徑 還不是你們逼的 要管那玩意直接死了 還會有今天晚上這麼多事嗎 晚上恭喜我的人 你 你才知道 多謝你幫我下出這麼多好的主意 同時 祝願你能夠安全順利的入追到總督 站住 你以為你能從這裡走出去嗎 幫助也想殺我呀 實不想 如果我今天賣不出去這東西 那張白 在南江城置辦的所有產 立刻被我的人砸得一點兒去 你還想殺我嗎 幫助 請我義氣勇士 你給我滾 永遠不要踏心蓋過一步 嘿嘿嘿 嘿嘿 啊哈哈哈哈 張公子 你帶我走吧 你腦子是不是真的有病啊 你還沒看出來嗎 李久他就是想用你來毀了我 張公子 你當真如此惨心 我剛才就想動手了 沒想到你竟如此不知檢點 你不過是一個半點朱唇萬人長的青樓女子 也配合我 小夫君 你信不信我叫人一把火把你賣身的青樓給燒了 如月 你要是以為本小姐會因爲這個事情而退婚的話 那你就太瞧不起本小姐了 我可是上過沙場的 李久那點小心心 我早看錯了 朱小姐 你就不怕 此事傳出去 丟了你和總族大人爺面嗎 你知道我是總族大人的女兒你還敢過來 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要是傳出去了 我讓你後悔來到這個世界上 滾 如月 那行了 你別說了 我都沒說什麼的你能用那件什麼 哪個男的不去逛青樓啊 但是 你要是再敢踏進那個地方一步 我就把你的雙腿割斷 把你給淹了 聽著我 你放心 我以後絕對不會去飄向羅伴 少幫主 大師傅好了 少幫主不好了陳家 陳家怎麼了 陳家遣散了我們所有的丐幫弟子 還還停止了和我們的合作 怎麼會這樣 難道說這陳家和李久聯手啊 他應該殺了李久 幹什麼都別慌 我現在就去陳家問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公司就回望了 我們家老爺跟少爺正在商討要塑 你算什麼東西 也配讓我回去 滾去把陳免炎嫁過來 不然的話 我現在就把陳家給拆了 是嗎 你拆一個試試 這可是我陳家 不是你蓋上 陳本元呢 叫他滾出來 不好 再一個言語 小心我對你不客氣 我 告訴我 我現在火氣很大 算個什麼東西 沒和我說 是不是想要幫你回憶一下 劉子晨是怎麼念你呢 張白你打膽 到底誰膽子大了 不然就把陳本元叫過來 犯渴不出現 記得兒子收拾吧 張白你要敢動我兒子 我讓你們整個該幫陪葬 張白我要殺了你 別衝動 陳本元 你腿子也太大了 想過河拆橋 你說望守儒家是怎麼覆滅 你如今也是一個商人 商人做內這個道理 你應該明白 劉家既然已經覆滅了 不能讓你一家比 我陳家 在蘭江城經營多年 難道不配 更進一步 陳本元 你給我聽好 陳家配不配 你說了算 你說了算 你算老幾啊 你不過就是個總督府你的對婿嗎 還在這装什麼大人 要是總督府大人取消了你和朱小姐的婚事 你 我不就是個臭藥犯的 看來 你們真的跟李九 搅互到一塊去 陳本元 你該不會覺得 我手裡只有造成者 酒樓和外賣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去把李九抓過來處理 然後把該幫弟子起回來 我可以當作 什麼事情 都沒有發生 張白 你憑什麼 說出如此 劉四海 是呆到你手裡 那是他傻 你以為 我也傻不成 以後想在蘭江城經商 那就拿出些真本事 和我陳家碰 要不然 你就夾著尾巴掌 我不是劉四海 我不會對該幫 辛辭手辱 你找死 是嗎 我倒要看看 是誰敢在我們陳家放肆 你是誰 我乃南疆城新任之福 你一介草民見到本官 為何不跪 原來是官場有人了 我乃南疆 怪不得你陳家 背心欺欺 大膽 本官和你說話呢 知府 那你知不知道馬知府 是怎麼掉的東西 那我怪 你也配 放肆 你敢把本官如此說話 來人 將氣拿下 押回府押 仗星三十 你敢 我有什麼不敢 二弟千萬 他可是總督大人 顧眼 爹 你忘了 朱鲁彥也知道張牌的所謂 退婚 他是遲早的 現在的張牌 我不就是個臭妙犯 眼下可是絕好的 只要二叔將他關起 以後這藍江城 可就是我陳家的家 你就是總督大人的孤野 聽說 搞垮了牛角 不過很可惜啊 你還是要賣在我的手上 來人 關我姐 到時候想讓我出去 那就要看你怎麼求我 我求你 就憑你擅闖臣家 動手傷人 對本官不敬 就這三條罪名 別說你是總督府的孤野 你就是總督的親兒子 我也能判一個秋厚問斬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還要我動手 走 二弟 你給總督大人 這如何交代 大哥 只是你不必擔心 你只管經營好 我們陳家的產業 其他的事情交給我 哈哈 你還不玩 少夫人 大師傅好了 剛好我被楊之仁抓起來了 什麼 這才剛到場知府 就敢抓我的人 真是煩了他了 走 跟我去楊的丈人 誰能想到旁堂燒幫主啊 哈哈哈哈 被人綁在這兒當狗一樣 哈哈哈哈 我勸你乖乖乖把東西交出來 綿瘦皮肉之苦 哈哈哈哈哈哈 只會用一些上不了檯面 肮脏手段的傢伙 哈哈 到临頭了 還敢做出如此雲淡風輕的反應 來人 給我好好照顧他 哎 二叔 讓我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最後問你一次 說還是不說 說 你告訴我 不要 別讓我說去了 你們的後果 只會比劉家更長 找死 死到臨頭了 你還敢威脅我們陳家 如果知道這進得來 可就不能活著出去 什麼人就在擅闖牢房 放肆 你們是什麼人 竟敢在牢房撞地動手 沙幫主 誰讓你們動他的 大膽 本官在向你們問話 你們還敢反問本官 來人 馬上給我拿下 二叔 請慢 朱小姐 您不是和張白取消婚約了嗎 會出現在這了 幹什麼事情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剛承認多久 就如此徇私 要是再當兩年支付 連朝廷的話都不管了 你 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總督之女 還不敢丁兒跪下 你們 你們好大的膽子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用刑 還是對我的人 看來 你們真的不把我肅心當在眼裡了是吧 朱小姐 我們萬萬萬不敢呀 不敢 你說你不敢 你知道張白是誰嗎 他是我的 我們總督府未來的姑爺 張白 他不是和你取消婚約了嗎 告訴我 還不趕緊給我放人 快快快 把張白去解開 快快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導致怎麼處置他們呀 朱小姐 張白 商人在先 擅闖陳家 他又 對本官無理 本官抓他 合情合理 你要是對此事有意義 您可以先把他帶走 但是動我們衙門的人 那就別怪我對你要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隨父親真仗殺場多年 什麼樣的人我沒見過 千兵萬馬我不害怕 我還怕你一個小小的支撲 如緣 你走吧 這些人 不值得你動 複製他們 只要髒了你的手 你真的要放過他們 在你來之前 我已經跟他們說過 會讓他們落得比留下更慘的下場 現在處置他們兩個 絲毫無憂 我要的是讓他們整個陳家 從南江城消失 你卻告訴你 讓他把棺材跟墓地埋好 別到時候連埋在哪兒都不知道 我收拾 等一下 張板原諒你們 那是因為他大度 我沒有那麼大的 剛才 你打的他 小姐 啊啊啊啊啊 我告訴你什麼叫真正的誤會 哈哈哈哈 朱小姐 你竟然如此任性 要是讓總理大人知道你 你是在威脅嗎 那你告到我父親那兒去 我看看他是會偏袒誰 你叫大夫叫大夫 少幫主 按時服下這些藥 便會早日康復的 我這就去給您燉湯補一補 在牢房这么轻易就把成家的人给放了 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因为就算当场把我们给杀了 为难效果心中是什么 不管是你久 还是成家 任何一个他都别想跑 你有新想法了 快来亲你 你去光把家长我整来 嗯 你去光把家长我整来 陈本颜离举这次我要让你们死无葬生之地 你不是说能让总统取消婚礼吗 瞬间所事让我儿子掉了一只手 我也没想到这个朱容烟不同寻常呀 不过是已至此 我们也别无他法 唯一能够就是趁这个张牌 还没当上组多虎的故事 就把他彻底暗死在那交场 你有办法 你管好造船长的事情 其他的交给我就行了 太长老 现在我们的喜遇酒店 外卖跟物流 情况都怎么样 哎 很糟糕 这离酒 几乎带走了所有熟知流程的人 导致我们店铺啊 必须花时间去培养新人 更糟糕的是 在我们培养新弟子的同时呢 他完全有时间 带走所有的用 要我说 就该从根源解决问题 把那个离酒除掉得了 哎 反正是不要冲动 我已经想了办法 太长老 就要在上面的城市就可以了 线上盖子 不物济光 小帮主 什么是线上 您需要什么线 我马上派弟子去找 嗯 不是要什么线 哎呀我这么跟你解释吧 就把我们所有的店铺 当做一个源头 所有的顾客呢 那就是一根根的丝线 我们可以推出购物清单吧 然后派伙子 十二个时辰 在街道上轮流的走动 如果有一个顾客 突然想买了 就写下来 然后送到我的店铺里 然后是城内的 我们就用外卖员去配送 如果是城外的 我们就可以用物流去配送嘛 这个就叫线上 这么说 少帮主想在所有城镇 都创办产业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资啊 是否得表报一下帮主 哎呀不用 这个用不了多少钱呢 放心 那好了 少帮主 李久派人在外面店铺找麻烦 真到我没脾气是不是 纽约 所以我走一趟 早就想揍他 李久你跑出了胆子 你竟敢动手打人 没有王法了吗 难道 难道你就不怕帮主和少帮主啊 你打什么东西 非这样跟我说 我要是怕他们死 我就不会另起炉灶 李久你想要干什么 哼 还用问吗 当然是让你们关门啊 给我听好 以后南江朝只能有一家西域 外卖 那就是我李久的店铺 少帮主不会放过你的 不 还要是能来 我就 你就怎么样啊 少帮主 好啊 少帮主 你还真敢出现灶灶 你好 对付这两个小楼了 的确没什么意思 既然你来了 你就收钱都给你听好 三日子 你的酒店 外卖了 目楼全部都给我关掉 臭人 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客气的 哈哈哈哈 还有你呢 十项的话 赶紧离开改方 乖乖的归顺到我的门下 像 以后 你们在南江城里要饭的家里 张白你好胆的胆子 你竟敢动我 算什么半句 你强打死 你你活啊呀你 李久 你现在不过是盖方的盼者吧 我现在杀了你是明镇言顺的亲女人 不信 你就试试看 哈哈哈哈哈哈 赵白啊 你杀了我一路 别忘了 现在别忘了 所有熟知楼全都喷了我了 我要是死 他们就会立刻前往陈家 到时候 你陈家的事 完全让你在你家上 半个天后都开不起来 连刘家都被我灭了 我还怕他沉溺 放心 我今天不会杀人 我要让亲眼看到 我是如何把你跟陈家一步步 逼上绝路 我还让你生不如死 现在给我跪好了 向你先选打上去你道歉 你不忘了 要我给他们想 他们配吗 跪好了 说话呀 哑巴了 各位兄弟 现前是我们队 看我原谅 这个汉头 还好意思跟我们丐帮兄弟称兄道弟 我回去等着吧 看我是如何收拾你跟陈家的 干就啊 没听到我先说的话吗 我叫你回去 杀人不过头 你不要做这么决吗 又干啥 好 我滚 我滚就是了 宋王主今天幸亏您赶到了 你们没事就好 今后遇到什么问题 第一个同事我 走 带我去找你店 见他干什么 啊坐 我来说 这些说 把好 但是李久和陈家 我不变成 drill 不然便是一拳谋死 我不怕他陈致福 而且李久在我看来 不过是插标卖手 只是那陈家 确实是个难题 叔叔你也知道 造船的图纸是我给的 但是制造方面 一直都是陈家在附近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造船廠一直是陈家私有的 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 我也无权查封 刘家的造船廠不是一直发封 你是说想用刘家的造船廠 但就算是有了游艇 小五 你可别忘了 陈家经营多年 叔叔你误会 我造的游艇是租 我打算创办一个游艇租赁公司 以租来挤压陈家卖的时候 另外我还想打造类似航母那种战舰 以扩充朝廷的水军实力 航母是什么东西 您可以理解为比较大的阵盘 上面可以搭载气体还有飞艇 两边再配置射神员火力大的面移打炮 带在上面配备一些枪队 这样就可以保证朝廷的水军 能为有海陆悟空三方面的阵力 老师 师父 您如果是不相信 现在可以绕着哪些迪迟 我把村划出来 我敢保证 如果航母造出来了 朝廷肯定会重重神移 说不定 您还能白齿干头 再进一步 来人 笔墨次好 原来 你的办法 就是让张柏再教训你一次 之前 我听说他让总督建造了军功 可我没想到他还带了枪在身边 当初 我就不该听你的话 怎么 你后悔了 现在后悔是不是马 你 现在后悔没有用了 我杀了张柏 我这手不白给了 杀 杀 你们怎么杀 就算是杀了张柏 总督那边怎么交代 总督升至高位 只要张柏意思 他不会拿我怎么样 依我看 当我自己 应当集合我们所有的财 在南江城 创办我们自己的喜悦 物流外卖 他张柏现在无人可用 只要我们在他朋友中可用云财之前 拿下南江城 那张柏 他只有官门啊 是的 爹 只要总督府不看中他 他就没了价值 我们杀他义无反掌 直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行事了 这就是号啊 闻所未闻 匪夷所思啊 师傅 我还会把其他战争的打造方法都写下来 您派人打造就行了 说不定啊 朝廷还会派您专门去督造学战争 我 不错 我这就下令把刘家的造成厂给你 若是谁敢前来捣乱吧 你随意出这 即便是出了人命 我来处理 那就多谢 这还有一点事给你考虑一下 那就是你和五眼的婚姓 爹你说什么呢 这有什么好害羞 这男大当闻女大当将 而且当时说了 灭了刘家你们两个就玩完了 现在也是时候 叔父 我还想再做 你什么意思 如言 如言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人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现在还配不上 等我灭了陈家 再整合其他的陈 我一定上门提醒 我要让全天下的都知道 你是我张白的妻子 小小子 有志气 有任何问题 尽管来找我 虽然我身为总督 不能以权谋私 但是这也不过女儿 我也广不了世人的眼光 不好了 少帮主 这李九和陈家 在南江城串办的 外卖物流酒店 还有喜遇 都是按照您事先的路子来的 不用担心 实体产业是干不过现场产业的 就让他们慢慢的把钱耗光 对了 喜遇方面 我们只为推行办卡 还有套票的服务 套什么 套票 我们之前洗浴的时候 不是有按摩 还有拔罐吗 后面我们就增加了针灸 还有按脚的服务 然后把它们掏在一起 到时候 我会写下来 您一计行事就好了 至于办卡 就是 大家提前把钱冲进来 然后找一个人 把这些冲钱的记录 都写下来 到时候人来了 就可以直接洗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们送茶 送过牌 哎呀 少帮主啊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 我也记不住 您能否给我写下来 好好好 哦对了 那个线上盖宝 一定要加快进度 等李九还有陈家 把那些钱 全部都拖到实际店铺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什么叫竹篮打手 小帮主 您回复过的盖宝服装做好了 好 这以后就是我们盖宝弟子 专门的衣服了 下张老 你派人去坐吧 是小帮主 对了小帮主 不然叫您过去一趟 这眼熟 他找我干什么 我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要是被人发现的话 你我一个都别吓活 你怕什么 你爹去总督府吧 你爹去总督府吧 外面这些下人啊 没有我的吩咐 可不敢进来 有什么事 赶紧说 我呀 就是想你了 只要你过来陪陪我 你爹年纪大了 他不中用 你这个儿子该帮帮他 你想死就自己上吊 别胆伤 真是不解风情 我找你过来 是为了让你把南疆城中的店铺 都交给李久 这也说 你忘了我警告你的话吗 我知道 你跟李久有天诚 但我没想到你如此的愚蠢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 张白 我这可是给你活命的机会 李久熟知所有店铺的流程 你说你要与陈家联手 你能有几分手算 而且你把店铺给了 李久 他在转手啊 卖给陈家 到时候得了钱财 你是与朱如烟成亲也好 还是离开着南疆城也罢 都比你一败涂地的钱 真是无可救药 李久要是对你有情的话 当初离开 怎么没把你带上 既然你选择留在我爹身边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着 否则 我让你半点好吃都捞不到 张白呀张白 我已经提醒过你 任你再如何聪明 你也不过是已经聪明 如果你哪天死了 可别怪我 双方母 哈哈哈哈 大喜呀 什么 盖宝成功了 现在南疆城的百姓啊 都觉得您创办的盖宝方便 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实体店铺里买东西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实行第二个计划了 辛苦财商老跑一趟 去告诉城内所有的店铺 就说 我要创办盖宝商会 邀请他们加入 他们可以把店铺里所有的商品 加入到我的购物清单里面 进货和配送由我们来负责 我们只要他们每个月三成的盈利就可以了 你这野心不小呀 一个人想占据南疆城所有的生命 我野心要是小了 何时才能去总督府提亲呢 对了 邓长老 你告诉那些店铺 如果他们愿意加入 我们会举例相助 如果他们不愿意 或者他们来跟陈家和李久做生意 那就别怪我 他们赶出南疆府 你一个人的威望太小了 我让总督府的人陪查长老去吧 如此 那就多谢受帮助夫人了 好 都到这一步了 走 我们去陈家看看 知不知道 刚把创办的干什么 让我们的店铺一点生意都没有 还有他用刘家的造团厂 搞什么好 总督已经上报朝廷 他还 搞了个油情租赁 让我陈家的船 一搜都卖得出去 要再这样下去 我陈家 就要不留家的后尘了 说你冲我发什么 说的好像我一点的损失都没有一样 我 当初 就不该清理的 一个老狐狸 当初想通点承败的产业 现在盔子又来怪我 早知道 就不该跟你联署 爹 大师不好了 我刚收到消息 张柏收购了南江城所有的商户 还创办的什么盖宝商会 断绝我陈家所有的生意 当时 他断了什么东西 反出话去 谁要敢加入张柏的盖宝商会 我陈家 他在南江城待不下去 别人 怕是来不及吧 总督大人以为派人过去 什么 总督别杀手了 这 就肇事欺人了就 就是欺负你 你用 这样 你好大的胆子 又敢来我陈家动手 你 你就不怕 与死网坡吗你 那你就试试 看看你这条臭鱼死 我这张网 会不会碰 哈哈 张培啊 你有本事就别让你 堂堂正正的跟我们动呀 闭嘴 你还好意思提堂堂正正的 这次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翻身 你就 你就 现在只要杀了张牌 今处将会有任何危险 哈哈哈哈 陈公子好赞坏 上来 还记得你一次这个队 今天没干枪吧 如果没有 那你就收拾吧 金箱 金箱斗不够 就用这种方法吗 还真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家伙 爹 你不要再犹豫了 我们和张牌也不可能有任何调节 今天 将出没最后的机会 你儿子说的对呀 你还犹豫什么呀 张牌 我愿意献上我陈家的一切 你愿放过我一家一条生龙 我们和刘家一样 离开兰江城 永迟不再回来 原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子 这一切 都是离久巧合造成的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就可以帮你杀了他 沉滚言 你无死啊 何止是想拿老子的命 换你们承认信 爹 你别信他了 你听我的 我们现在只要杀了张牌 一切都会变得有价值 而且总督府那边也不会说什么 您听嘴 早知如此 又何必当书呢 是吧 张公子 难道你忘了 我们斜视对抗刘家的警犯 只要你愿意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愿意献出我们家一切 放我成家一条生路 真是老糊涂了呀 你觉得他会放过我 张牌 你不要以为你赢定了 今天我就算是死 杀一个电背的 就凭你那点三脚猫功夫 还想来我面前献保 你今天敢在我面前动手 看谁还能救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啊 好死 就不会动你点 但是我告诉你 想让你对死的人动手 不应 当初 要不然 叫你 你爹就不逃 哈哈 今天 就算是我死了 你爹 迟早会下来给我陪葬的 说 另外一伙人是谁 来人呐 给我杀了张牌 这个 来人 杀了张牌 我赏鱼书啊 你最近可能动的吗 你忘了你这只手是怎么断的吗 杜小姐且慢 爸 杨公子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求求你 你放过他吧 我成家 今天一定要死人的话 我就拿我这条老命 换我儿子你 张公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 人心不足舌吞下 本来跟着我 你们成家可以走的更远 事已至此 教出你在南江城所有的产业 然后滚出南江城 永远不要再回来 哈哈哈 谢谢张公子 谢谢张公子 还有一件事 你这个木中无人的儿子 必须得来点教训 这就是跟我们做队的下场 这就是跟我们做队的下场 我一样是这辈子都紧 走了 我只给你两天时间 不然后自负 我还不过 李九死 陈家灭了 你怎么还愁没过来呢 你没听李九林四贤说什么吗 方中还有一批人想对我对我 我爹到时候死了 方中必定大买 冬主是大局 那想走 我自己就快不行了 究竟怎么回事 方主会来途中 在途中中要送发就快不行了 少方主您快过去看看吧 翠翠 你跟我走一趟 少方主夫人 你难道不去看看方主吗 去看也没有用 你先走就是了 爹 爹 姐你怎么看啊爹 二难了 爹 这此口发让我不去 爹 我跟他说 让我看看 说不定还有救的 别说他病 自己清理说 是可惜 你不能看着你趁机 就走了以后 你可以好好的待 你 这是爹 对的 你 爹 爹 老爷 爹你醒醒爹 爹 爹 你 主位 帮主去世 我丐帮不可一日无主 我见帮主之位 由夫人 圣彥书 再为掌管 山上 说什么 他批什么统领盖帮 张板 我知道你想当帮主 可当帮主靠的可不光是能挣钱 你和朱如烟 有婚约在身 等你们成了亲 你就是总督府的人 和我们盖邦能有什么关系 谁说什么总督府的人 就不能会盖邦了 我可是少帮主 继承帮主之位名正言顺 住口 张伯 我盖邦不是你跟你爹的 帮主之位能者举止 看你之前 为我盖邦做出贡献的份上 你赶紧滚出盖邦 否则的话 否则你想怎么样 总督大人 这是我们盖邦的家务事 还请您不要插手 放手 你只不过是我大哥的一个小妾 别敢跟我这样说话 来人 上嘴 慢着 总督大人 这里是盖邦 不是你总督府 由不得你 在这里撒野 将知你全是 打不打谁 还要你所以吗 你还要你所以吗 你还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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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白 你父亲事故未汗 居然将一个外人来徐书 有没有把我们盖邦祖地放在眼里 诸位 诸如烟这般行为 大的可不光是 更是你们躺着的帮主 是我们盖邦上下全地子弟的脸 夫人说的没错 你们赶快滚出盖邦 总督大人 我劝你 还真赶紧离开盖邦 我盖邦子弟 大多都是 目不时钉的粗人 要是伤了你的万心之躯 那可就不好了 你好大的胆子 一介草民 你也敢 威胁本独 我就在这 我看今天谁敢动 张白 你现在事物为害 却带着外人 在这里大闹灵堂 各位都看清楚了 张白的真面目了吧 要是把盖邦交给这种人的话 还有你们的活路吗 盖邦有没有活路 那要看我爹爹给不给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 你们谁要是敢把张怀 盖邦 无私以后 在这 就盖邦活路 朱如燕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整个盖邦 张白 你是哑巴了 不知道说点什么 我该说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居然暗中勾结柴长老 但是你以为 这样就可以掌控盖邦 别忘了 不管是刘家的产业 还是陈家都在我的手组 其他产业也在我的掌控之下 张白 你别忘了 这些产业如何运足 你可都是写下来的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朋友问你 这些产业一样运转 你 原来你早就等着今天 不对 李小口中说的 另外一个小我爹死的人 原来是你 我九岁入八 立功无数 难道我 就不能当帮主 如果没有我 这盖邦 早就逃绷挖结了 而你 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 你怎么知道 我在帮中的部局 张白 别说我没给你钱 想留在盖邦也可以 但是 你必须拿出陈家和刘家的产业来交换 否则的话 今天 就给你父亲 陪赏吧 哈哈哈哈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未来的故意 总督大人 虽然你位高权重 可是我们盖邦是天下第一大邦 人多的是 你护得住张白一时 护得住他一世吗 如果我们暗中有点手段 就算是你 我们也能让张白这辈子 做成正和事 真没想到啊 居然有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 是吗 我现在就斩杀了 一绝后话 总督大人 你别忘了 这里 是我盖帮 斩杀了他 你觉得 你们几个能够安然无恙呢 别以为 这样就吃定了 我可是有故事的学习 那你把一说 怎么会这样 一说我早就换过 张白 你无力万一 你这个毒素 我给过你很多次 但是你不珍惜 够了 看张白是不准备把刘家 和陈家的产业揪出来 来人 张白这几个人都给我赶出去 死狂狐乱 财长老呀财长老 怎么以前 没看出来 你还有如此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屁事 你是个 就是 是来向你们所命的无偿鬼 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人早就狼狈为奸 企图害我性命 爹 这这这怎么一回事啊 还是让我来说吧 你说什么 你的小雀跟张老公结在一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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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你 杀了 十几个闹 全队切磨出身 大哥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些年 柴长老在帮中 聚集了不是人心 且没忘记客 如果贸然成熟的话 只靠下来 行车行轻 那怎么办 就这油 这块江丘银负贷在外面上楼 我自己一起 还望限定 你 你早就知道了 真要是按耐不住的话 怎么能让你们露出 狐狸 那又如何 你真以为 什么准备都没有做 这灵堂内外 可都是我的人 只要我一生命下 你们马上就可以冲进来 把你们踏为击魂 你看 我有什么不敢的 张五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 离合退位 帮助之位 淑尔让给我 否则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别以为你是总督 敢动 我笑你愚蠢至极 笑你狂妄自大 笑你死到连头了都不知道 实话告诉你吧 你安排在外面的那些人 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 不信的话 你叫人试试 这更不可能 我们那人怎么会 你以大事以去 还不宿舍就行 不会吧 我经营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 帮助 这一切都是 都是他拼我的 你可不能怪我呀 滚开这 当初 要不是我看你可怜 才听你书生 你就这么回报 那 小语你来组织 去我 还够资格 这把枪可是你造出来的 直到他的威力如何 张伍 马上准备一万的白银 和一匹快马 拷带着舒尔一起离开 就死了话 我就打死张伯 你是拆的 你要敢动我一根好毛 老子就缺了加速分 我是个孤儿 连我加速分在哪 我都不知道 再给你们最后一刻时间 如果的话 我就开枪了 你今天要是敢开枪 我就后悔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别训着 训牌的 有种你就开枪 我今天就站着这看枪响之后 到底谁先死 张伯 你别冲动 现在不是丑能的时候 警察大 放下枪 我可以替我大哥做着 只要你不上来张伯 我可以放你走 看样子 都把它当成心头肉了 那就别认识了 看见按照我说的做 你 张伯 有本事你就开枪吧 我能把这玩意儿造出来 就能保证他伤不了你 少误 那你就开枪啊 只是 我要是真死 你能活多久 像你这种 把自己的命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才会藏这么久 才我看来 你连李琼都 他好歹还敢跳出来跟我争理一下 可你呢 就跟阴沟里的臭丑 你都闭嘴 被我受到痛口 那你就开枪啊 像你这种阴沟里的臭丑 跟郑彦书也是够配的 你快给我闭嘴 别打了 就你这个货色也想杀我 下次再说 不可能啊 这 信财的 我和我爹 可都带着我 如此的相信 什么事情都交给你去 你就这么回报我 啊 这一脚 是我替我接财的 啊 这一脚猜你充颜不逊 还想对总多根 这种烟盾是没有这个资格 你你你你你别杀我 现在这道群之前嚣张的劲里去了 还想要白云万人 心里的子弹 你要不要 我别想死了 帮主 我知道我错了 请您让少帮主放过我吧 看这么多年为你安前马后的份上 看在我帮你尽心尽力了 你杀我一命吧 杀你 如果今日 不是我爹射的决 如果不是疏忽 解决你外面的人 如果不是我躲过你那颗子弹 会饶了我 爹 你可刚刚说过 交给我来出去 想怎么死 之前警告过你很多次 你就是不提 给你机会 用 不行就 就这里放过我 我愿意离开南江城在我回来 帮主 跟着你我母亲多年的份上 就饶了我这一回来 住口 这也只有我母亲一个妻子 你只不过是一个勾引他人 谋害夫人的贱人儿子 爸爸 我去 我去你叫你爸爸 放他吧 他 毕竟是个小子 点 无脉 但死罪可怜 活罪难逃 正宴叔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给我跪到城门口去要饭 敢使任何花招 谁也救不了 不觉不觉 我不要弄起个人不觉 你们都给我记好了 今后 谁敢吃 爬外 已久 柴长老 就是他的将 你真上王主之力 恭喜大哥 肃清叛徒 先帝 你就不要取消 你是知道的 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那就不说此事了 那我辅长去喝一杯怎么样 刚好 我有事情要跟大哥商议 接下来你有何打喝 小邦主 费费 以后南疆城的产业就由你来打人 真的吗交给我 不行那不行那少数 我相信自己放开手脚去做 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 放弃以后南疆城 应该没什么人改过我们进去 你就按照我们既然计划 去实施就好 是小邦主 行 你去忙 那么多产业都交给他 你倒也是真舍得 就不怕再培养个正宴输出来 说什么呢 我能说什么 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去总部 提琴 等等等我明天又去 明天又去走 竹开 本王要你掌控盖帮 就这么难吗 你这个九江总督 是怎么当的 这件事情要是办不成 你的位置 本王换一个人照样做 听刘四海说 你的贤婿张白 是个不错的妙子 你要是想回家养老 就让他来为本王办事吧 张白呀张白 刘四海的话竟然成真了 你可不用管心 都怪你爹 你可不得不对你都是什么 师傅我特意来旅行当日的诺言 特意来站起来 师傅 您这是什么意思 师傅哪做错了 得罪你忘记住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一个乞丐出身 一介草民身无功名 我可以借过总督府的大门 爹 你这还什么意思 还没听明白吗 回事到此为止 还有你 以后再难进过总督府的大门 乱你的腿 说究竟发生什么 闭嘴 谁是你叔叔 以后见到我 要以关卫想着 不然就是以下犯上的 召醒五十 爹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想知道 回去问你爹去 走去问你爹 爹 你跟叔父之间 究竟怎么回事 如烟啊 既然现在 有百二的魂神 你贵为祖父亲亲 我们占妙计 不能让你受伤 叔父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朱日元当成什么人 胡自己来回这集气的丫鬟吗 这是 我让你搁 听见没有 爹 你叔叔爷发什么火啊 你要是有气 冲我发就行了 我把话放了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的 就让他离开这 这府里有差没我 有我没他 好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这个话 今后 帮主 少帮主 大师不好了 总督下令 查封了我们在城中的 所有物流跟外卖店铺 什么 没担心 我这就回去看看 爹 你跟总督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了 白儿 你和如烟魂是走吧 那是我的决定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知不知道 总督的背后 都是什么人 总督不是同龄九江之地吗 难道背后 还有人 你还记得 刘四海之前 拿出的那名玉佩吗 那是贵王的妙致 贵王是当今的王爷 手握重兵 这些年来 一直在招兵买马 剧烈钱财 现如今啊 你又帮他搞出了什么兵营啊 这简直是如武天意 你知不知道 总督昨天晚上 找我说了些什么 他想让咱们盖帮 投靠贵王 咱们盖帮可是天下第一大帮 真要是投靠贵王 贵王极有可能造反 听那个事 你我负责二人 可都成了千古罪人了 会这样 帮主 那我们如今该怎么办 不听总督的话 咱们所有的产业就都 帮主车房总有人请你们抢盖牢酒店 你给我怎样 要是想和总督对抗 保证众多盖帮弟子的信 什么样一个人 万雄 然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此人便是万三千 不可敌国万三千 我老爹不就是个领头的乞丐吗 竟然还认识这种风云人物 先知 不必如此 来 请坐 想当年啊 是你军的三贼手中 救了我的幸福 而且这些年 一直让该帮子弟们 帮我运输货 这份恩情 我无以为报 所以 我接到了他们书信 即刻就来到了 南疆城 先知 你的事情 早已知道了 有什么需要 你既然害怕我 钱财 不是问题 难道 您就不怕九江总督 还有贵王吗 哈哈哈哈 谁在朝中 还没有起到十秒 但是我要问问 这次 如何搬回局面 现如今除开准备以外 所有的产业 都在总督的控制之前 想要搬回局面 必须分为两个 第一 要在南疆城 牵制总督的注意 第二 利用我们盖方弟子 人数众多的优势 在全国各地 开展产业 尽快拓展信号 看样子 已经有了计划 你呀 就放手去做 其他的事情 我来可以解决 好 总督 他不是想查换我的产业吗 那我就用商会 来围击他一件猎人 赶紧把南疆城 所有商务掌柜都招牌 爹 你这就为什么要罢婚啊 你这传统是女儿一会 怎么做人啊 张家父子不是抬决 那就别怪我先分手了 哎 以后不许再跟他干 买一个热色挂喜 贵王的长子 也到了婚辈之年 你回去准备一下 找时间送你到京城 我不去京城 爹 你真的有女儿来换你的仕途吗 不辞命 没说你这言 有不得你在这双相闹死 你也不想想 那贵王是什么人 难道他的狮子 还比不过一个东西干的 陆大帅 让我们召集了南疆城所有店铺的掌柜 看来这张柏 还是不死心 让我去看看他还要耍什么火招 我也去 你不许去 男人 给我把小姐押回房间 有我的命名 谁都不许帮他出去 爹 爹 你不能这样 爹 各位都是商会会员 想必也都知道 我名下的财产都被查封的事情 但我今天叫各位来 只为一件事 我打算在全国开展线上盖忙 不知各位可有兴趣 哼 说的简单 南疆城谁不知道你张柏 能有今天全套总督打的扶持 现如今 总督让你死 才有几天可活 什么意思 想让我说的明白点 你张柏 体贷出事 凶如颠簸 不就是想出了物流这些胜利 我看你啊 也别白费心思 傻子才会跟你一起死 各位 我看这商会啊 也碰不了几天了 反正我们也都知道商会是怎么运行的 不如 什么意思 判出商会 你就不怕以后在南疆城做不了半点事 哈哈哈哈 你相摆都是半只脚要踏进棺材的人了 你还来威胁我 在场的哪一位不是经商数十年 凭什么被你一个毛头小子说三道四 老佑啊 没兴趣 之前的话就说对了一半 我是被总督打人针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 越是我这种人 做起事的就越分厚 你敢 你信不信我给你报锅抓起来 那就要看你能够走出这个门再说 还有你 谁在想判处商会或者阳奉阴违 绝不亲人 谁敢 张白 你好大的威风 真不知道这般行径是要蹲大牢的 郑多救我 你要是再敢让他求救我一枪打死你 张白 你当着本都的面动手行凶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慢点 总督大人 你好大的官威啊 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好像没请 你这算不算是情闯民宅啊 也不知道总督大人会不会对自己执法犯法 行了 张白 少在这危险的 这儿可是酒店 本都来这儿做客还不行吗 哈哈哈哈哈哈 做客对 张白他当着本都的面动手行凶 难道本都还管不得 总督大人自然可以管 那您就不怕被贵王府惹麻烦吗 这为啥 总督大人真是贵人夺王室呀 你我三年前在贵王府有过一面资源 不可离国的万三千 你怎么会在南江城啊 我到了 还需要给你给保护 张白是我先知 你确定要动他 万三千怎么会认识张家父子 好了 看在您的面子上 今天我可以换过照 但想必 您也不会一辈子在他身边 总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主督大人 您说笑了 万某 那一切生日 不会打打杀杀 听说 您跟张白有些矛盾 听我一大建议 不如你们两个 比试一下如何 他算什么 也配跟我比 张白都配 总督大人 那我陪你慢慢的 万三千 你这是存心要跟我过去是吗 不想 万三千复刻帝国 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要是跟他交恶 贵王没变 也不错交代 好 依你所谓 如何比试 你不是查封了张白的店铺吗 那些 统统给你 然后 商品来 另起价 两月内 谁的店铺 要是先全部灌账 那 谁就输 你要是输了 那要运行婚约 而且 商品来的所有产业 你不能擦手 哈哈哈哈 万三千 世人 谁不知道你富可遗国 满张文武 哪都没有接受过你的恩惠 我何来生错 你放心 我可不是像你这种在背后偷鸡的小 既然是比试 那当然就是堂堂正正的跟你比 好 一言为定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输了 必须死 好 一言为定 你不怕死 不怕 与其被你一辈子压在脚下 不如给你输死 你最好不要现在在这说大话 等你输了 又要万象 我还有功务在身 我跟你们玩 五周围 我觉得这个商会很不错 你们 谁看一下你退 万大人说笑了 我们可是张公子最坚定的盟友了 剩下的 就看你了 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说出你们的看法 但不是一方 而是朝廷规定 官员是不能经商 况且我们都没有经商和经验 我倒有想 虽然我们无法与那万三千之流 相比 但是我们肯定用我们的职务 开办这个金工厂跟造船厂 然后再发现股校 再是如此一来 即可以索要朝廷的盈量 我们也能赚取民间的钱财 这样也能见价钱 好主意 你们都按照秦州知府说的去做 尽快把股票和债券落实 其实大难自命 最近爹 可是认了好多字了 你看 四车全输 爹 这是酷 酷酷酷 四酷才说 九阳最低的知府 已经全回去了 他们要去开半斤工厂 和造反厂 还要发现我 这天 我都是你的东西 他们现在拿着你的东西 来对付你 适合感谢你 唉 我的东西 可不是这么好 多方向 谢谢 小方主 赶紧调集我们所有的钱财 然后告诉所有的店铺整会 我们要开始实行分期 小方主 分期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 本来只要一两个东西 现在分为十二期 每期只需要将一钱三分就可以 为期十二年 小方主 要是那些人 拿走生物品不付钱 那怎么办 对呀 这个就更简单了 分期之时 只需要进入客户所有的信息 交给保镖公司 按时收取钱财 如果他们不给的话 那他们就自己看得办了 有意思 大哥 你是儿子 有经常头脑 看他怎么知道了 限制 光凭分期 可不能保证 你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爹 我准备把军工厂 还有线上盖宝相关事情 全都记录下来 您看您的心腹 前往各个州郡 还有支付 让他们尽快的办理起 对呀 这个恐怕有难度吧 且不说各州郡之间 路途遥远 而且呢 我们在其他州郡 也没有像我们在南疆城 这样威望 哈哈哈哈 这个 就交给我吧 其他的公司 全体下的全做 如此便多些问题 选择 但我很好奇 你为何要在各州郡 开办军工厂 和推广盖网呢 军工厂越多 我们就会发行更多的股票 跟战券 其他地方制造的兵器 可比他们厉害了 我这两个东西 但凡建策 因为我可以总督他们 我强大得多 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朝廷就可以把九江之地 所有的兵工厂 全都管了 到时候 他们的笔票跟债券 连茅房里的厕纸都不 我这就先安排 少邦主 可是我们在南江城中 该如何发展 放心 我要玩的 总督他肯定玩不起 我要开发房地产 我敢保证 在二十年之内 我们在南江城的钱财 会源源无断 你要修房了 这一个月恐怕完成不了 我要卖的房子 可不是修好的房子 而是积房 什么是积房 比方说 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卖 我们向百姓保证 一到三年内交房 如果交不了的话 付些违约金就行了 而且这楼房当中 还有生财知道 还有其他生财知道 说出来 听听 楼房一提两到四户 等百姓入住之后 我们可以开展物业 处理百姓的一些生活所需 比方说 处理他们的生活垃圾 日常的照明 还可以帮他们修东西 他们每个月 只需要向我们支付 一钱一责任的 这就是你说的 楼房 紙房 可非三年屋子 方可修后啊 没错 但这段时间 足够我们拿着百姓的钱 去做其他的事 哪怕到时候 房子没有建出来 给他们赔些钱 就可以了 好办法 我看 这不只是南疆城 我要向全天下推广 放心 叔父 会抢占你 按照你的股份分成 给你四成如何 如此 那就多谢叔父了 眼下 最重要的 就是房屋的发布会 我得赶紧把模型给建出来 还要把楼房的建造方法给写下来 翠翠 你赶紧去把这个消息 通知全城的百姓 是什么 真是厚生可畏啊 这种小两层非常吸 我们管它叫做 劳福特 现在买的话 还会送一个小花园 三十多平 这跟现在外面 价钱一样 但还可以分居 当真是好事 我要一套 我 我也要 我也要 现在想买楼房的 可以去那边附订厅 另外 来我们盖帮的房子 可以用你们现在的房子来做几家 各位放心 我绝对不会骗大家的钱 啊 动车 谁让你们在南疆城里盖房子的 男人 都给我把他这个什么狗屁的发布会给我拆了 总督大人 修建楼房的地方 是我们商会买下来的 你凭什么不让百姓们买 你所谓的这个什么狗屁楼房 建造时间要三到五年 谁能保证 到期完不了工 你能把这些钱赔给百姓 总督大人 我这是天下首例的预售 跟以往任何形式的房屋买卖都股票 就跟总督大人在九江之地发行的股票一样 谁能保证 你说了百姓的钱 会不会给你们房子 放屁 你说什么当词 敢跟我下听 我就执意要封了你 这房屋发布会 你又能爱我和安 总督大人 说的好啊 可我要执意开这发布会 你看看这些百姓 这是民心所向 难道总督大人 执意你民心而不顾吗 咱俩可是有言在先的 我跟张白比试 你可不能插手啊 怎么 你要出尔反尔 谁出尔反尔了 楼房修建 以及盖签房地产公书 万叔座可都入了股 总督大人 你再大的官威 难道还要阻止万叔 做生有长 你再讲 谁不知道你福克帝国 你也不缺这点钱 苍蝇再小 那也是肉 我已经让着手下 到全国各地 去推销房子了 聚集起来 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众多大人 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们这发布会 事情还很多 麻烦你 不要在这里 给我们添麻烦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还要干什么 你一来就想拆了我这发布会 还吓唬百姓 不让他们买我们的楼房 你真以为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那你先 很简单 向各位百姓 赔你道歉 我跟他们赔你道歉 他们也赔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你如今坐到总督这个位 不是你劳苦中高 而是各位百姓拥戴 倘若哪天 你失了明星 这总督的位子 你还能复舟久 张公子说的有道理 我等也是要颜面的 我要是住了 那我就只能写下万明书 让万叔父 上报给朝廷 朝廷决定怎么做 看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我最恨别人威胁 我是不是威胁你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大门就在那 你走 还是给他们道歉 也由你选 该死 要不是万三千载 非要将你斩烧 总督大人 多数可不得 刚才的事情呢 是本毒货的不对 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我替各位百姓原谅 还请总督大人以后 莫要再这样 今天的生意 我记下了 等到你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 我会让你千百倍的还还 鹿死谁手 还不一定 你们该投到本都的会下 什么事都干不成吧 本都大人 不是我 实在是那张白 不会一处断 他们是会推行的分期商务 几乎致使我们 各家的毫无生意可做 张白会成立商会 你们就不会吧 废话 一群废物 成立商会 发放股票 商品分期 你们倒是跟着学呀 总无妙 什么事都要本都亲历亲历 滚 楼房玉绍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未来十年南疆城的百姓 会给我们带来五十万种百姓 那晚上那些百姓旧房子 如果是些不处理到 糟糕了 会成为医患的 不管是说 我早就想好 那些破烂的房子到时候会全部都拆成 我要盖一个娱乐城 除了美食街以外 还要做游泳健身房的设施 健身房 那是什么东西 外师傅请看 健身房 那是什么东西 外师傅请看 到时候啊 我会请一批健身教练 等健身房盖好之后 这些教练就可以指导百姓的健身 至于游泳啊 您可以以9A气血 除了短油长油还有花式油 而且还可以跟我们的油体 也有相联合 有意思 这能举国推广吗 理论上是可以 只不过规模不能太大 两家店太近的话会互相一项生意 如果外师傅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开家门连锁店 家门连锁店 那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讲啊 就是开店的人给我们钱 然后他们自己聚到场地 我们提供人员和设施 对 如果我们要开家门连锁店的话 我们还可以开培训中心 专门培养相关的人才 有意思 尽快安排 小帮主不好了 我 小帮主 总共探访了商会 所有的东西都从我们商会都学过去的 没事 我早就想到了 你让商家按照这下面打到牌子 一共分为三种 你告诉全城的百姓 就说收集到三块牌子 就可以获得半价 如果收集到九块 就不要钱 小帮主 半价免单是什么意思啊 这半价嘛 就是只有福利半价 而免单就是不用给钱 这有用啊 坏师傅 您有所不知 我这么做可以刺激南疆城的百姓消费 到时候啊 所有的百姓都来我这里来消费 那总督那边 岂不是要关门啦 那手术 又是跟您一样的方法吗 坏师傅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管是半价 还是免单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贴钱 不会让商户有任何的亏损 你想想看 像总督这种人 他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吗 少帮主 这可是会要到不少营养啊 我知道 但眼下 我们拼的是财力 只要我们现在能赢 未来不管多少钱 我们都能赚 有务力 好 少帮主 我这就去安排 快去吧 关师傅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趟 你行 放过任何机会 反正啊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陪你 走走 走 各位 张柏的商会能成功 我相信 我们也可以 只要各位尽心尽力 为商会办事 总督大人 一定不会 亏待你们 来 让我们 共同饮下这杯茶 打倒该方 商会 想打败我们 口气倒是不行 张柏 你来干什么 马上给我出去 听闻总督商会成立 特来送你 我怕没时间参加你们的丧事 特意把你去给你们送 张柏 你好大个胆子 莫非 你是没把我们众掌柜放在眼里 说的没错 在我看来 你们跟土鸡娃娃没有任何去 实相的话 现在就地解散 否则 后 自不 张柏 放肆 今天是我商会成立之日 我不想跟你动怒 马上给我 滚 张柏 你好大个胆子 你敢动手 打我 这可不是在你该方 你算什么东西 先前是我商会的成员 现在去给总督当狗 别以为换了个主子 就能拿着鸡毛当弥剑 我现在打你怎么办 哪怕是现在杀了你 又能如何死 这是他们的私人的意愿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删断 我这人呀 脾气过 信心 我会让他永久做不了任何生意 万一千 你可别忘了 你跟总督大人有言在先 不会插手 我插手了吗 我只是看不惯你 不行吗 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再动怀于试试 还有你们 有本事就站出来呀 还想跟我碰 还号称总督商会 我呸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那你有多能打的 总督大人 你终于给他了 一生的东西 当然 以前我总没发现你的胆子如此多 别以为有万三千载人帮你 我就不敢 你怎么办 总督大人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算把这都拆了 你也拿我的 专门 是不是疯了 这小从来不做围堵这个事 为何如此去呢 总督大人 看在以往 我叫了几床疏忽的面子 你现在给我跪下课 跟着道歉 再把我的商货盘给你 我可以不认识 否则 今后再想贵胜哥哥道歉 我也不会放过你 谁给你那档子 让你敢说这种话 总督大人大事不好了 我可让你成何体统 九州各州军创办了军工厂 比我们的威力大多了 他们还发起了股票 九州的百姓纷纷要求退股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还有 盖帮推行了线上盖帮 让我们的店铺损失惨痛 现在各州军衙门已经被商人围住了 总督大人 我们该如何使好啊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你可耍我 是你自己 怪我 总督大人 你不是想学我的经商手段 那我现在在教你 你现在这九江之地的情况啊 叫做股市崩盘 按照股票发行的约定 你就算把你总督的位置卖 请 总督大人你没事吧 总督大人 你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军工厂给卖了 然后再把股票卖给其他人 哦 对了对了 我怎么忘了 你的股市已经崩盘了 你的股票 现在连茫你的侧场都不 按照之前的约定 总督大人 你输了 为什么 你们俩人你没事吧 你们还能够干什么 我没错 爹你怎么样了 我听说你树北上买了 我没有说 不 我还有机会翻身 你 就这个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让他把军工厂的图纸给我交出来 凭什么 凭什么 有凭我是你父亲 有凭我是王还是毫无败机 我怎么可能 还没有龙头像吗 我若是不去呢 那就别怪我了 西方总 二弟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们失败 我要赔给百姓多少钱的啊 就是我倾家荡产业不够啊 要是让龟王知道 他不会饶了我的 如果我死了 我会让他喝着 我会让他喝一碗 你不要管我要干什么 你不要管我要干什么 我就问你去 还是不去 好 我可以去 待会有个条件 拿到图纸之后 我会让你打开 我是不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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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些 你大不中流啊 啊 抽到这个时 你还是想听他 嗯 我答应你 图纸拿给我 我给你一个钱 你带着他 你一开就将这里 章白 如果你敢不答應 我就算是死 也會拉著你們張家人陪葬 如緣你怎麼在這 你不是被你爹關起來了嗎 讓吧 我是來求你 幫我爹一條生路的 你不是說你爹關起來嗎 什麼 我知道是我爹對不起 但現在只有你能救他 張凱 把其他周鎮軍工廠的圖紙給我好 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爹他可是想要我的命 現在讓我放他一馬 好 那我問你 如果贏的人是你爹的話 他會放過我嗎 我怕此時此刻 我的人頭頭已經掛在牆牆上了吧 可是現在是你贏了呀 我爹如果救不回股票的話 他會實行他打拼多年的一切 連貴王都不會放過他 我爹說只要把拖子給他 他會給我們一大筆錢 我們可以離開九江市 果然是 父母親生啊 你也知道現在贏的人是我 為什麼還讓我離開 你以為我稀罕他的授錢嗎 我告訴你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我只要三年時間 我就可以像他萬三千一家不可敵國 你幹什麼 我現在沒有什麼能給你的 只有這個身子 如果你可以幫我的話 你想幹什麼都可以 這不願意 你就是在逼我 我是在求你 他還沒什麼 你不是在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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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想 你不在求你 啊 不是你閉嘴一條件事 把我老實實的帶著 妙然 讓你連你兒子最後一遍都見不到 住手 王你還身為總督監竟然敢是如此不齊之事 爺 阿娥在幹什麼 快放了張叔父 張白已經答應把圖紙給我了 現在答應還有個屁用啊 鬼王已經知道此事了 他不會饒了我的 而這一切都是你張白造成的 張白 我告訴你 你跟你爹今天只能活一個人 你選吧 你給我站住 你再往前走一步我打死你 讓你連選的機會都沒有 我爹對你有恩 你但凡還有點人性你就不敢殺他 你貪戀權勢 我意思你就拿不到圖紙貴王也不會放過 所以你現在只是虛張聲勢 你給我住口 你要是真敢殺 現在一槍就打死我 爹 爹不要 這把我求求求你不要比我爹了 你給他扶著軟 被我開槍了 啥 現在就帶我爹 看你敢不敢開槍 你 你 你 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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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燕你怎麼了 你還是不是 她是你女兒 你房非人父 我沒有想要殺害我女兒 張牌 這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要不是你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 我打死你 你放過張牌吧 如果今天 一定要死一個人的話 那就我死 我不會你死 你放下來了 你是不是瘋啊 沒看到她需要大夫嗎 我自己的女兒 我自己會救 但是你今天 必須要死 住手 十來片刻 看著 做過很多好戲啊 我還想見 你來個正數 使得我打死張北 再去找你 貴王的令塔 你認識嗎 你到底是什麼人 這場鬧劇 該收場的 貴王有令 立刻將豬排山 帶往京城 南疆城 及九疆之地 所有事宜 交由張牌處理 是怎麼可能 怎麼 你想回抗嗎 貴王的令塔 人家都沒有魔術 我可以死 到底想讓朱小姐死嗎 你是個不錯的苗子 貴王很看好你 跟朱小姐的身份貨 立刻完婚 究竟是什麼人 勝負你所知 我是你的叔父 你 你 萬修 你也是鬼 大哥 你所看的 不必分 我有很多種身份 你看到吧 只是一個 我立刻將他 帶上 南疆 以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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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 帶走 依拜天地 拜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送入洞房 恭喜啊 但是今天的洞房怕是入不了了 温兄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张白 你让我在全国各地开的军工厂 出事了 今日马上随我 回京城接受刑部调查 究竟怎么回事啊 汪伯父 我父亲怎么样了 总之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跟我回了京城 自然就知晓 走 去京城 走